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XXY 跟你看電影 讓你看電影更有跟 我是XXY 我是金老師 在這個單元裡面呢 我們將會用七部電影和七則歷史故事 來帶你回顧這個禮拜 歷史上到底發生了哪些歷史課本上 可能不會交 就算不知道也不會怎樣 就算是知道了 你可能會覺得有趣的歷史知識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聲音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 追蹤我們的臉書 粉絲團以及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IG以及各大聲音平台囉 您現在收聽的是 影史七日談 好的 我們時間進入到2002年的6月29號 第二次延平海戰 我不知道金老師有沒有印象 你有印象嗎 這件事情 沒有 我印象超級深 怎麼說 對 因為那一年剛好 是 就是那個日本跟韓國合辦世界盃的那一天 是喔 對 就是那一天 然後那個時候啊 就是剛好是韓國跟土耳其他們在打那個寄軍戰 的那一天 早上發生的事情 應該說啦 就是那場足球賽 就是寄軍戰嘛 它是在晚上發生的 對 可是當天早上就發生了這件事情 嗯 然後新聞報的超級大 然後全世界的人就是 可能你轉BBC啊 你轉那個國際新聞台什麼的 幾乎都在報這件事情 哇 怎麼辦 我完全沒有這方面 你完全沒印象 我只有印象 但是我對那一屆的世界盃很有印象 因為那一屆世界盃難得就是在亞洲舉辦 對 所以就比較沒有時差 以前看世界盃 像對 要熬夜 對啊 像我們之前談那個什麼 看那個梅西的那場球賽 我就從那個晚上 就是那個過 先睡覺是不是 對 先睡覺 然後爬起來 然後一路看到 看到那個早上五六點 想說會不會體驗場賽 結果突然就是被絕殺 然後想說 喔 我的一個多小時 還給我 早上 早上回去睡覺 可是那一屆因為在亞洲舉辦 所以看比賽都在晚上七天 就邊吃飯邊看 我覺得 喔 難得有這麼舒適的享受 而且又是難得就是韓國就是用很多招數 欸 對對對對對 那一屆就對人家購病這件事 韓國一路打贏什麼西班牙 義大利啊 所以都說 喔 韓國 韓國人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就是 魔鬼啊 喔 韓國人嘛 對不對 然後隔天很多人都把那個三星電子給丟掉 這樣 就是那個什麼 裁判啊 鞭神啊 憲神啊 憲神都是我的人啊 我看你怎麼贏我 呵呵呵 就 反正那一屆就是因為韓國 的 就是 突出的表現 對對對 所以 所以就是讓很多印象深刻嘛 然後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實就是 欸新聞 他就突然插播這件事情 喔 對 然後 我當下其實 就是 也沒有太多的想法 喔 因為你知道 那個時候 欸 2002年我記得 我好像才 高中 我現在 國中 國中高中 對 大概是那個時候 是 中學生的時候 其實沒有太多的想法 就是想說 欸 這個 BBC啊 什麼的 這個國際新聞很常去查播這些事情 想說 欸 那 應該蠻普通的一件事情嘛 然後 所以 就讓這件事情過去了 然後結果沒想到在 2015年的時候 然後韓國他們就拍了一部電影叫做 沿平海戰 喔 對 然後這部片 嗯 這個也算是韓國愛國片 然後就是 我看了之後我才知道說 喔 我就意識到就連結到喔 那個時候我確實有發生 就是看到這個新聞插播這樣子 所以我才知道說有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其實 你要你要說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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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大啦 說小也不小 反正就是呢 呃 呃這件事情的發生過程其實就是在 6月29號這一天的早上大概10點的時候呢 呃就有兩艘的這個北韓海軍的 呃算是 呃 猎潛艦吧 嗯 對 就是比較小型的艦艇 對 就是就韓 啊 現在也很少見這種猎雷 猎雷艦或是猎潛艦 就專門去對付潛艇的這種船艦 好 就是這個 兩 反正就是兩艘北韓的海軍的船艦 嗯 就跨越了 這個所謂的 北韓38都線 欸他們很喜歡做這種事情 是 對然後反正就是跨越過去之後呢 呃 南韓這邊的海軍呢 就當然就是要做一點相對應的應對 哦 所以就是去攔截就對了 那其中一艘北韓的船艦就因為 這個航線被阻擋了 所以就 立即北返 哦 所以就一艘就這樣解決掉了 嗯 那另外一艘呢 就沒想到他竟然主動攻擊 韓國的 就是南韓這邊的船艦就直接造成了 六個人死亡 是 對然後其中還包含了呃韓國的一個指揮官 就南韓其他的船隻就過來支援這樣子 然後演變成呃一打六的局面 嗯 就是一艘北韓的艦艇然後對上了六艘的韓國的艦艇這樣子 然後雙方就是大概交火大概18分鐘左右 然後呃導致就是這一個北韓的船艦呢就有點冒煙起火 然後呢 然後同時又被那個我們剛所所提到那個北返的那個船艦 所支援 所以就就兩艘就這樣子就返回到北韓的海域這樣子 我們剛所提到的就是被被打了一發的那一個南韓的船艦 哦就是過了不久之後然後就沉沒了 哦 對所以呃他們就是為了經驗這次的海戰啊 所以就呃在那個海岸邊就是有修建了一個勝利盃 然後第二次嚴明海戰勝利盃 就是他們後續有建造了一個新型的飛彈快艇 然後就用這個韓國的指揮官 就是我們剛所所說的這個少校的名字 伊勇夏然後去命名這個新型的飛彈快艇這樣子 所以你要說他他要大不大他要小也不小 但是你要把他這件事情給升級到 就是哦我有藉口就是就是要發動戰爭 我覺得也是可以這樣去操作 就是我覺得那個雙方其實是處於在一個比較緊繃的邊緣之中啦 哎結果沒想到哎他們還繼續踢球 是我覺得有點另類就是把這件事情給蓋過去了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說幸好啦 好幸好他們沒有發生太大的事情 真的因為像我們剛剛有提到賽亞葉佛事件 你怎麼會想到一個年輕人的擊發子彈 結果接下來四年大家都打到頭破血流的狀況 這個其實我覺得這個 你在看任何一個國際事件的時候 我覺得都要用一個非常謹慎的態度去看這件事情這樣子 那也蠻有趣就是說 我剛剛所提到的這部片啊 這個其實我斷斷續續的看啊 就我沒有把它很完整看完 但是他就是他就是蠻忠實還原那件事情的這樣子 嗯 對然後裡面也有 就是說說他裡面的這個人物的姓名其實是有點替換掉的啦 就是他們不是用真實姓名去講這樣子 但是我們剛剛所提到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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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校 移永夏這個這個人哦 他就是這個這個這個那個故事其實是真實的這樣子 所以他蠻多都是有去把當時的發生的這些人的的一些口述過程 然後給記錄下來 所以就算是我不知道 因為畢竟我也不是當下發生的事情嗎 的的人嘛 所以就是根據他們的說法就說 這部片其實是蠻貼近真實發生的過程這樣子 當事人的家屬們啊什麼看的也好像就是反應都還不錯這樣子 哦 對所以我覺得 好啦這個這個韓國人看的應該也蠻有感覺的這樣子 是 對 不過我們不是韓國人的話 你看了 就就就OK啦 我覺得我覺得韓國電影啊就是至少都有水準 哦 對但是你能不能有共鳴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嗯嗯嗯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所以啦哦以上這個就是第二次延平海戰的歷史事件 然後我們多多少少提到了2002年的世界杯 然後我們也提到了是 炎平海戰這部韓國電影啊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這部片 那你知不知道這一個歷史事件呢 都歡迎在留言區上留言 或在首播的時候跟我們來做互動討論啊 好了時間進入到1908年的6月30號 通古斯大爆炸 嗯 然後我們這個 歷史上今天或是因此七日談 我們已經進入到老高的境界了 是的 對而且我相信啦 這個這一篇 我們的這個影片底下一定會有人留言說 我有看過老高 對我們來賭 那等一下 萬一別人刻意這樣不留言的話 誒誒你賭錯了 沒關係啊 那就不要啊 對啊 沒有啦我跟你講 這是我們我們在這邊啊 我們也不要學老高 是 我們也不要搶老高的飯碗啊 嗯 這是什麼什麼任何玄幻的東西 哦我們就 避而不談啊 因為我們是 帶給大家比較 這個 有科學根據的 呃 或是我們以這個電影為主的介紹 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這件事情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是 那簡單來講就是在1908年6月30號這一天的上午7點左右 呃 在今天的俄羅斯的西伯利亞的 通古斯河附近的上空發生一個巨大的爆炸 哦 就是這麼簡單 對 就就就就這樣子而已 但是因為呢 特別是特別在哪裡 就是說這個爆炸呢 它威力範圍很大 哦大概影響了大概2150平方公里哦 那推測呢 它的威力大概是等同於1000個廣島原子彈這麼大 哇 那因為當時的這個地區哦 非常非常的偏僻哦 所以也沒有太多人去理解這件事情 然後接著呢 哦我們看到這個時間點嘛 1908年 哦 再來就是什麼 呃 第一次世界大爆發 是 然後呃 那個 那個俄羅斯他們內部又發生了 比如說內戰 然後革命 所以就轉變成這個蘇聯嘛 對不對 那這段過程就是其實啦 就是這個到這個蘇聯的國內比較穩定的時候呢 已經經過了20年了這樣子 嗯 那這20年當中哦 雖然會有一些零星的科學家的研究 但是因為第一個哦 地方實在太偏僻了 第二個就是它影響沒有很多 沒有沒有影響到很多人 對 所以哎 好像也 也 大家很不在意這樣子 然後再來也就是說 呃 因為我們剛剛所所提到的一些大事件哦 就是讓這個國內非常非常的混亂 所以有很多這種記錄啦 或是有很多這樣子的研究哦 零星的研究就是在這段過程之中就有遺失掉了 直到1921年的這個蘇聯科學院的礦物學家 他們抵達到通古斯河附近的這個地區的時候呢 才開始哦 就是進行了比較有系統化的調查 那當時呢 他們就是以一個隕石撞擊的名義去調查了 那為什麼蘇聯政府他們會 支持這一批科學家去研究這件事情呢 呃 蠻大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呃 隕石上的一些特殊的金屬嘛 哦 他們其實是有開發價值的 所以嗯 所以他就是有去說服就是蘇聯政府說 哎 我們可以組織一個科學調查團 然後去去去研究 然後請你給我資金啊 請給我錢 然後我去研究這件事情 所以慢慢慢慢的開始就是有比較多系統化 比較有組織性的去研究這件事情 那 我覺得很好玩就是剛剛有談到說 隕石上面可能會有些稀有金屬嗎 對 可以來利用 我剛剛突然瞬間想到兩部電影 就是 黑豹 以及金剛 哈哈哈哈 因為 什麼正 什麼泛金屬啊 或什麼亞德曼金屬啊 對 都是什麼 都是從 都是從那個隕石上面掉下來 然後被人類然後撿去利用 所以 所以照我來講就是 不是黑豹嗎 嗯 應該是蘇聯那邊的什麼熊之類的 黑熊 黑熊 不是黑豹應該是黑熊 是對 然後那個 他們可能那個什麼可以製造成什麼 那個 冬日戰士啊 黑熊啊 他們就可以自己開創一個蘇聯的 蘇聯的復仇者聯盟的版本 反正啊就是 他們就是 開始就進行一些調查 那在接下來這10年間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有比較組織性比較有系統化去做這種科學研究 前前後後呢蘇聯他們就派了三支隊伍 然後進到這個區域裡面哦 開始就是進行研究 那但是大家有時候知道說20年間其實發生了很多事情 然後甚至是大自然可能已經已經修養生息了嘛 就是這個樹該長的也都快長出來 然後生物然後可能該牽進去也牽進去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一定會有一點的誤差 但是他們發現了這幾個東西我覺得是大家也可以來討論一下的 就是說第一個他們發現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們排光了感覺像是隕石坑的這些沼澤地的水之後呢 呃發現出的底部是有樹木的殘枝的 那這件事情代表什麼 就是說呃如果真的是隕石這樣掉下來 直接砸在這些樹上面的話 那這些殘枝應該是不會有的啦 是 對所以就是有點像是他們有點推翻這個隕石撞擊的假說 他們認為說這個應該不是隕石坑 然後再來呢 他們再去找了一些航拍的人員去幫忙做這個空中攝影這樣子 結果發現說這些樹的傾倒狀態 呃是一個蝴蝶狀的一個形狀 嗯在就是倒的 所以你知道隕石坑如果是這樣一個下來的話 他應該是中間這樣擴散出去的嘛 對啊 所以他們的呃倒法其實是不是這麼的規律的 但是你也知道20年間其實很難講啊 是 有些嗓出來的樹然後很快就倒下來 或是什麼的事後倒下來也有可能啊 對所以我我自己是覺得這個這個可能還要再詳細的去看一下他們研究的成果這樣子 另外呢就是在1950年到60年代之間呢有個調查團他們就發現說這個地區呢有呃極小的這種玻璃結晶哦這個在這個土壤之中這樣在這個土地上面都發現這種比較極小的玻璃結晶 這個玻璃結晶這個玻璃球這樣子 那這個玻璃球他們經過化學的分析之後呢發現就是說他們其實有含有大量的鎂跟一的這個金屬元素那這個金屬元素呢其實很常見在這個運絲身上 所以他們也認為啦就是 假設學說就是針對這個通古斯大爆炸的成因道有哪些說法 呃當然呢第一個比較主流的說法就是隕石說啦 就是說這個隕石大概是呃在空中就直接先爆炸 就是不是撞擊到地面啦吼所以在空中大概距離10公里左右的上空就直接爆炸這樣子 所以啦吼為什麼他的這個隕石坑的底部會有樹木的殘肢呃很大原因就是因為他被壓下去的嘛是 所以他不是這樣直接撞上去這樣子 嗯對所以這個蠻有合理的解釋啊 那那隕石在空中爆炸這件事情其實也蠻常見的 對所以這個說法其實是蠻主流的一個說法這樣 那另外呢就是有幾個比較天馬行空的說法 嗯哦包括什麼外星人啊 哦對反正什麼事情不能解決就用外星人來解決 對比如說反物質啊 就是幾個科學家瘋狂科學家然後去做那種實驗反物質實驗 對然後什麼啊這物質碰到反物質之後然後反生一個巨大的爆炸 大家去看那個天使與魔鬼就是類似這種感覺 哦然後還有什麼黑洞說啊 哦就是天體之中然後也有什麼小型黑洞然後通過地球這樣子 然後剛好就在這個通古斯這個地方 那怎麼可能剛好選在一個偏僻的地方怎麼可能 哦對啊 那我們這樣子如果放開來講的話我們也可以說他可能是 魔法大戰之後的產物啊 也有可能啊 兩個魔術師啊就是想說我們不要波及到別人啊 我們在這邊battle啊 結果後來那個有個失控的魔法能量啊 直接把那個什麼波及到周遭啊 對我覺得說 這個反正查不出結果之前你愛怎麼說怎麼怎麼說啊 都可以成立 那我們好講到這個通古斯大爆炸我們先插開來講一下 我們這次要介紹的電影其實是頂尖對決 嗯這部片應該蠻著名的吧 就是因為他是克里斯多夫諾蘭的作品 對蝙蝠俠對抗金剛狼 蝙蝠俠打抗金剛狼 對2006年上映的電影 然後他的故事呢就是由克里斯丁蓓爾 所飾演的一個魔術師 然後隊上的修傑克曼所飾演的魔術師 所以是兩個魔術師之間的對決 他們這個時間設定大概是在那個十九世紀 吧就是19世紀出20世紀 應該19世紀末然後20世紀初的那個時候啊 第一次是 frosting發生之前 然后两个魔术师他们就是一直在互相的揭穿对方的魔术把戏 那也蛮有趣的 就是说制服片它的后面是有点点科幻成分加进去 然后特别是修杰克曼所饰演的魔术师安杰 他就遇到了当时发明交流店的特斯拉 特斯拉到底跟通古斯大包商有什么关系 制服片到底有跟通古斯大包商有什么关系 里面就是特斯拉自己一直讲说 我有去苏联做实验这样子 其实就是暗示着就是说通古斯大包商是我干的 这个也是其中一派说法 当时俄罗斯的史料是有记载说六月的时候 特斯拉是以拍电影的名义 然后召集了很多的民众去进到通古斯大包商的附近的地方 然后又来见证某件事情这样子 对那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太多的 就是只有史料记载是说特斯拉有到俄罗斯去 但是并没有就是直接显明就是说 哦他是要召集大家说 哎我跟大家讲我要搞一个大爆炸 然后大家也来见证这件事情 见证奇迹的时刻 哦就是没有哦就是但是这个这个说法其实是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穿着附会啦 嗯就是就是啊他他有去这件事 哦我就把这两件事情联想在一起这样 可是事后有人确实是去去去去去去 大概兜一下那个时间线 然后就是有点不太吻合 是对所以这个这个这个东西也没有一个很强有利的证据 就是说啊特斯拉造出什么样的的一个装置 但是整体来讲就是科学家他们现在比较有利的证据 是证明是说这个应该是云石爆炸造成的 有一些文字记载就是说什么当时有郡状云啊 然后那个哎有看到什么样的颜色的闪光啊什么的 哎其实蛮多人就是直接联想到就是中国 其实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嗯就是网工厂大爆炸 对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发生在西元大概1626年的时候 就是明朝的时候嘛 是对我不知道金老师知道这件事情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这个史书上是有记载是不是 这可是他问题是他这个史书并不是我们那种很正 就是那种很很传统的明史啊清史啊 他是在一个叫什么天变抵操 对天变抵操 嗯然后那个什么所出现的东西 那顺便来说一下吧什么叫天变抵操 就是说当时哦就是呃有时候为了要公布一些 就是中央政府的一些命令嘛 嗯有一种东西叫做抵报 对抵报他就是用来就是公布说 哦现在有什么政令出现啊 或是说有什么样开会记 有开会记录啊 有点像是政治新闻的报纸 对所以那个他这么说吧 就是哎可能他并他当时的状态下也没有 并没有造成什么很实质性质的剧烈的影响吧 所以他并没有被收入在什么明史啊 这种就是非常权威性质的那个史书当中 他只有就是算是一种做一个很片段的历史资料被存留下 哦了解 对嗯所以那个什么 然后那个里面有一些的记载也是很匪一所思啊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在那种就是不科学的那种就是状态下 就是有些东西就会觉得很匪一所思啊 因为他现在有说就是在那个完工厂大爆炸当中除了就爆炸之外 然后附近的死伤者就是衣服全部脱光光了 然后那个什么就是死的时候是全身赤裸 其实我听完听完之后想说 啊那我那个如果你说说全部被炸死 被炸成粉末 我都可以我都觉得说可以解释 但是为什么会就是人被炸死 但是衣服不见 然后全身脱光光 我觉得呃我没具体来说啊 我目前没看过任何一场爆炸做到这种事情 对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怀疑说会不会是那个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中国的中国流传下来的史料 有时候会有这种就是夸张 然后或者是就是就是以前人形容一些事情 他可能为了就是更生动 所以他就要故意夸张 举个例好就是以前中国最想那么三国演义啊 打仗啊 常常会说什么啊 曹操出众八十万人马之类的 问题是不可能啊 他当他他就没他他没有那么多人 他没有那么多的军队啊 那都是虚张声势用的啊 那他今天跟你讲说 哦那个爆炸哇那个很肥衣服的所思耶 那个所有的伤的衣服都没不见耶 我觉得当时人如果硬要这么讲 然后可能记录的人员就说 哦好啊 这个某个 我把它记下来 哦好我把它记下来 哦知道了 对啊 对就是就有点像是我们那个调查犯罪事件的案发现场嘛 一定也会问说啊你有没有经过啊你有什么东西啊 那可能很多目击者他们就会或是说有参 关系人他们会说啊我觉得怎么样啊 我看到怎么样啊 就有点天油加醋 对啊 结果后来可能事后证明说啊根本没这回事啊 我是你的猜测可能是错的啊 对啊 所以你硬要说就是 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就很难解释网工厂大爆炸 就是说如果你硬要硬要说就是啊 他就没有那个衣服脱光光啊 那是假的 人家就有记下来 你如果那么五段讲好像也不对 可是你又讲说就是啊 这个爆炸真的很神奇哦 那个什么衣服都脱光光啊 可是你会觉得说很不对劲 因为目前就是像通古斯大爆炸也没有出现说什么啊 那边的死伤者衣服脱光光之类的 对啊 我觉得我觉得其实当时看王公厂大爆炸 我先不管说什么他的规模多大 我永远的关注点就是为什么死掉的人会衣服脱光光 对我觉得真的很神奇 你不觉得吗 很扯哦 王公厂大爆炸 应该说王公厂他是当时的那个军火库 是 对就是记载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军火会 这联想到黎巴嫩那一个 哦对对对对 对啊 其实我觉得其实蛮像的啊 是 那那黎巴嫩就是很多人就看到 郡壮云什么 我觉得那描述其实蛮吻合 所以或许是这个样子 可问题是黎巴嫩没有人全身多光光 没有全身多光光 对啊 我是觉得啦 我的猜测啦 就是说那个时候的 中国的服饰不是就是 就是两片这样 然后绑一个带子 哦哦 对我记得是这样子 是啊是啊 男生是这样子 比较 呃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说可能一阵强风过来 他可能就是会被吹掉 我 我的猜测啦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好啦好啦 这个就跟我刚刚所说的 在所有事情真相没有揭开之前 你要做任何的猜测 对啊我觉得 我觉得都很好去解释啦 或是也有蛮多人去做这种猜测之类的 嗯嗯嗯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们都不是当事人 我们也不知道 然后也没有很完整的一个记录 所以才让不管是 网工厂大火爆炸 还是通骨子大爆炸 都变得比较 哎充满这种神秘色彩 所以才会有很多什么神秘学啊 是啊 这种所谓的伪科学的东西 然后进到这样子的一个话题之中 是对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态度是说啊 对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听这种东西 会觉得很有趣啊 很神秘 然后这个很迷人 然后再去这样一直挖挖挖挖挖挖 挖到最后面就是说 哦我到底是怎样呢 信不信有你 是是是是 对可是就只有这种结论啊 所以我个人比较浅向的是说啊 那茶余饭后我们可以来闲聊 说哎我跟妳讲之前有发生过的 很酷哦之类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它能不能变成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啊 我觉得那个就缺乏一些比较科学的佐证啊 这样子 是 所以这个就就算是好了 历史上发生这件事情 但是真相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嗯 这样子 嗯 所以基本上就这样了哦 那我是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说有时候一些电影啊 啊影视作品 他们会根据这种 这种比较有趣的事情啊 历史上没有解释太多的事情啊 然后他们去做一些比较穿草附会的说辞 呃我觉得这个也是电影有趣的地方 然后如果因为你正好提到顶尖对决吗 对 我当时看那个顶尖对决 我第一次看完的之后 嗯 我真的会有一种说是 哈 哈 这是原来结局是这个样子吗 对 而且会 而且就是那个因为一开始嘛 就是那个修杰克曼所演的角色嘛 他当时要展现一个魔术的时候 嗯 他就跟观众讲说 我今天要展现的不是魔术 而是真正的科学 哦 我那时候也没很在意这句话 对 然后只要等到整个电影结束之后就发现 干他讲的是真的耶 真的是科学 真的是科学啊 然后然后那个什么 反正那个 你说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吗 就是说 啊那个电影在唬烂 但是我觉得 现在我们不就是要尽量去 那个很多人都是想要去达成 就是顶尖对决当中 那个后来特斯拉他办成的那件事情 嗯 然后然后你会或许你会说 啊特斯拉那个时代科技没有那么进步 那那倒也倒也未必啊 以前很多东西是我们现在技术 反而没有办法去复制出来的东西 比方说以前那个东罗马帝国吧 为了防御那个什么 为了为了防御外外族人在海上攻击 他们就开发出看武器叫希腊 希腊 对 然后说什么洒在船上 然后你用水去泼他反而会那个 那个更更旺盛 这东西现在 逼火之歌啊 对对对对 这种东西现在就没有办法复制出来 对啊 可是问题是问题是当时人就有记载 就有记载这件事情 对啊你能说就是啊那那你 那你这些事情它就存在啊 只是我们现在就算好像我们的科技能力 一定比东罗马时代高 可是我们就没办法复制嘛 对所以你说就是顶先对决 贺北珍的那个时代特斯拉他创造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其实是我们自己没有 对对 他另屁膝壳 然后我们反而没有达成这个样子 对对… 我们那个姿子弩钝 对业 对我们没有没有五岁或是三岁就抬头 对我们没有五岁就抬头的这个能力啊 所以只能怪我們比較低等一點 也有可能就是某種特殊的物理現象 就是可以把人的衣服脫光光 只是我這個文科生就是比較難對一點 就只能想到物理脫光光的方式 想到更科學的 然後更實際上的脫光光的方式 還是說當下爆炸的時候很熱 然後大家都脫光光 其實我有想過這個道理 只是他脫光之後 他沒過多久就死掉了 這也是很有可能 然後衣服就被燒掉了 有可能啊 然後被吹走啊之類的 也是嘛 所以我不知道啦 反正這個就是茶余飯後閒聊的話題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你就把這件事情講得那麼無聊 就這樣啦 謝謝 好啦以上就是通古斯大爆炸的歷史事件 不知道怎麼想 或許你有一些天馬行空的想法 就是說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說不定真的特斯拉到那邊去做實驗 頂尖對決也推薦你給大家 是 不知道讓我們講 歡迎在留言區留言 或在首播的時候跟我們來做互動討論 好啦我們直接進入到1998年的7月1號世界末日 好啦我們不是說這一天發生世界末日是 1998年7月1號這一天世界末日這部電影好上映的這樣子 喔這樣子 對這個金老師有看過這部片嗎 有有看過而且我第一次看是老師放給我們看的 啊你是老師 為什麼你們老師這麼喜歡看放電影給你們看 而且你要不要猜一看是哪一個老師放給我們看 我猜應該是理化課吧 其實是地球科學課老師啊 你有沒有發現就是我跟一定要錄影以來 有很多類似就是這種 只要跟理科有一點相關的東西都是地球科學課老師塞給我的 對啊你們地球科學你們地科老師是不是很喜歡放電影 好像是 喔OK他上一次放的是《阿普513》嘛 他就說我們今天來看一部片 然後他有去解釋說他們為什麼就是因為世界末日這部片 簡單講就是一個超大的隕石要撞擊到地球 結果當時地球上的人想到的方式就是我們就派出一個鑽孔小隊 然後把那個隕石鑽一個孔然後在內部引發爆炸 我還記得裡面當中電影的人員是這麼解說的 你就想想看如果把一個鞭炮放在你的手上就只是表皮爆炸 可是你想想看你把鞭炮握在手上就爆炸 你就會整個骨折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心裡想 鞭炮可以把人的手指頭給炸到骨折嗎 然後只是我也想說我沒有辦法自己親身去做實驗 我沒有存到這種地步 反正那個老師還有特別在 我為什麼印象那麼深刻 是因為老師為了怕我們不懂他還在那個天端突然就暫停 然後就說什麼我還跟你們解釋一下他的原理是什麼 然後稍微解釋一下說 OK我們繼續看下去 但那個原理你完全沒有記得 但那個原理完全沒有記得 對沒有錯 我知道 反正就是這部片的重點就在於說 不管美國物件還是蘇聯物件 都是台灣製造 對 而且我第一次聽到這部片 就是是我小學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聽到 而不是看到 為什麼就是那個 那時候不知道是小學的哪一個科目的老師 就有說 你知道我們台灣 就是有的時候做人家有道德 不要出版一些盜版品 你知道我們盜版 是盜版到全世界有名的嗎 好 然後那個我就說 我們哪邊全世界有名 最近有一部片上映 就是那個世界末日 裡面後來就有片段 就是有描述到說 就是那個什麼 他們的零件都是台灣盜版的 聽見很爛 好那時候小學 小孩嗎 就說 這什麼狀況 然後等到高中上了地球科學課 才看到這部片 然後看 終於看到那個名場面說 這就是我小學時候老師所講的 然後說 所有東西都 made in Taiwan這個樣子 然後想說 總算是貫穿了我小學到高中之間的記憶 對沒有錯 好啦 反正這部片呢 它是由麥可貝所知道 耶 然後這個好萊塢爆炸狂 對不對 然後他所配合的這個監製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傑瑞布洛克海默 那傑瑞克布洛克海默呢 他最近有來台灣喔 他是跟李安一起來的 就是為了要宣傳雙子殺手這樣子 對 所以傑瑞布洛克海默 其實在早期跟麥可貝合作了很多 快智人口的電影 包括比如說 決定任務啊 這種比較 欸 這個麥可貝早期 蠻受到讚賞的幾部片子這樣子 說這個我不得不打岔一下 OK 因為我們之前不是有錄過一部電影 好像也跟麥可貝有相關 好像是珍珠港 對不對 然後我在我的粉絲團分享 然後我那個時候其實就 強烈表達我對珍珠港這部電影的不滿 我就說 我就說 我來市場裡面想說 喔你又說什麼這部片很長的 三個多小時 我來市場戰爭片的 只有你前面一個多小時 三小 你給我看一大堆愛情場景 這是愛情片還是戰爭片 而且 就是一直的爆炸爆炸爆炸 我就直接在那個什麼 我就直接在那個粉絲團說 爆你妹阿 那個什麼難看死了 然後結果後來就有那個 結果後來那個 就有網友在底下留言說 阿不要這個樣子嗎 麥可貝也是 這個也是偶有佳作阿 然後我回家 哪部 哪一部 我 我是沒看過 絕地任務阿 沒看過 喔好 我覺得你敢可以去看一下 好反正你剛剛所提到的珍珠港 也是傑瑞克布海默 然後跟 跟麥可貝的合作的這樣子 是喔 對所以你就大概知道他的調調是什麼 那 世界末日那你就也不意外了 那這部片 那這部片的片名我覺得蠻有趣 就是說他的英文名字叫做Armageddon 那這個其實是舊約聖經裡面的 啟示錄的意思這樣子 喔 對就是英文小教學 是 對那呃他的故事其實是在就是 剛剛金老師有提到 就是說他們要派一組專遊工人 然後到小行星上面去鑽井 然後埋核彈進去然後引爆 然後咧 讓這個小行星然後掠過地球 然後不會直接撞擊到地球表面上這樣子 那主演呢 包括這個布魯斯威利啦 班牙弗利克啦 Leaf Tyler啦 然後Owen Wilson啊 就是那個嘛 最近演洛基影集這樣子 是 然後威廉菲德內爾 這個也是麥可貝的常客這樣子 對 然後 麥克克拉克鄧肯 那就是 綠色奇蹟 綠色奇蹟裡面那個 那個超級壯的黑人 是 對然後或是史迪夫 布希米 那個就是 空中監獄裡面那個 殺人犯 對 所以看起來很乾扁的那個人 對反正就是 當時的這些演員其實都是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時候還算是 新生代 而且也小有名氣的一群 一群致命演員這樣子 然後班牙弗利克 然後班牙弗利克那個時候也還很青澀 這樣子 對啊 然後我覺得也是因為演這部片 然後他才有機會去演珍珠港 對 反正這部片就是 你要看卡斯 你要看場面 你要看 任何這個娛樂性非常高的東西 我覺得急於一生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部片在當時是很有話題性的 對 然後 雖然就是他的評價沒有說到完全爆好之類的 但是至少他的娛樂性很高嘛 然後 場面也有 所以就是你去電影院你一定覺得CP值很高 然後智慧票價 然後在當時的這個 呃 他的這個成 製作成本啊大概是1.4億美金喔 然後最終在全球票房創下了5.5億美元的紀錄 所以是在當年1998年當年最賣座的電影這樣子 那以上就是世界末日這部片的介紹啦 不知道你們看過這部片呢 歡迎在留言區上留言 或在首播的時候來跟我們來做互動討論啊 好了我們時間進入到626年7月2號 玄武門之變 喔 對這個已經到唐朝的境界了嘛對不對 626 我那個時候欸 就是 腦袋愣了一下到底要怎麼念這個年份 嗯 你們會習慣念626還是622 626 呃應該是626會這樣念 喔所以是626年 西元626年 對 7月2號玄武門之變 那這個玄武門之變相信大家在歷史 中國歷史課本上面一定都會提到的 就是他是有關 呃 唐太宗嗎 是 不過這個時候不好意思我要稍微打點你一下 就是新版課本把玄武門之變刪掉了耶 喔真的嗎沒有了嗎 對因為新版的課本他其實主張是說就是我們要讓你理解是歷史的概念 而不是要不要被太多巨細迷移的事件 或是人民 什麼啊那個什麼來前衝 所以他就刪除掉大量的就是什麼皇帝的名稱 OK 或是說事件 所以玄武門事件還有唐太宗就直接在歷史課本當中 他就消失囉 可是這件事情對唐朝來講是一個很大的事件 沒有錯超級重要 對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會把這什麼啊這個是要略過的大事件 喔我目前上的國中課本啊 唐朝他主要講究的是他跟世界各國的 應該說他跟他的周遭國家的一些國際關係 所以他會講到什麼日本遣唐使啊那種 對對對對對 喔日本的漢字是我們 欸對對對這些都會祈禱 但是他偏偏就不會告訴你說唐太宗啊唐高祖啊 或是什麼 像是我記得去年 對啊去年當時辛克剛一開始提出 就會有人說說啊 克本沒有三國了 克本沒有武則天了 對啊所以你看武則天都不見了 那玄武門不見 哇靠玄武門那個唐太宗 武則天也不見 對 武則天也不見 那怎麼講唐朝啊 喔就你要去了解淺唐使啊 然後思路啊 然後那個 所以就是唐朝大概的影響這樣講 是是 或是佛教啊 那他會講到什麼 比如說他們的服裝會有什麼 胡人的風格 會啊會啊會啊 然後跟這個邊疆民族們的一些融合這樣 大概就是講這些東西 那我大概知道是什麼意思 然後那個什麼 所以常說這是一個概念 而不是一個歷史 OK 要你去多具細謎的歷史事件 什麼唐三彩之類的 對 但是那個什麼 的確在你我那個舊克剛的時代的課本 好的 玄武門事件是一定會有 一定都會提的啊 而且他一定會提到說玄武門到底在哪裡 對對對 然後會放一個長安城的那個平面圖 是是是是 好啦反正玄武門之變呢 就我自己個人的理解啦 等一下金老師可以來糾正我 就是說 唐朝的開口皇帝是唐高祖嘛 對 唐高祖李淵 然後他的第二個兒子 就是李世民 然後李世民當時就是在玄武門這個地方 發動了一個政變 所以才叫玄武門之變嘛 是啊那就是他殺了他自己的哥哥 就是當時是王儲的算是太子 就太子齁就是李建成這樣子 對然後包括他的弟弟也被殺了這樣子 欸是嗎 對他弟弟也殺了 然後就迫使他的爸爸然後就說 你要立我為王儲 然後把你就把我哥廢了 因為凡他也被殺了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要掌管一些實權這樣子 然後結果他哥他爸爸就是這樣被迫 就是立了他是王儲 然後就過了幾年之後呢 就產生了我們歷史上非常有名的唐太宗 是 那唐太宗接下來就是一定 應該我那時候歷史科門也會提到說 什麼爭官之姿啊 對 一定會提到什麼太唐盛 那個大唐盛世 是是是 唐朝最那個國力最最最盛最旺的那個時間點 這個要不是有這個玄武門之變 要不然那個唐太宗永遠都不會上台 對沒有錯 對所以我的認知就是這樣子啦 對你要幫我補充什麼吧 好就是應該這麼說吧 因為那個傳統啊 傳統都會說都 這要說一下就是 那個李世民他們家族的狀況 簡單講嘛就是他老爸嘛 唐朝開國皇帝嘛 李淵 他當時還有三個兒子活著 對就是大兒子就是太子李建成 對啊二兒子就是剛剛一直提到的李世民 對三兒子應該說還剩下的小兒子啊 叫做李元吉 對那其實這是在 聽這個名字就超級 對啊沒有錯 當時人大概比較沒有那個概念 所以那個什麼取了一個 當時可能覺得很棒 現在人聽起來就覺得有點怪怪的名字 所以他就是三個兒子這樣 對當時還剩下三個兒子 因為為什麼你會說聖相 因為其實他們還有一個兒子 就是算是李元吉的哥哥 李世民的弟弟叫做李玄霸 可是李玄霸 他在那個什麼歷史上就說他早夭 就很早就過世了 所以這四個剩三個 但不過很好玩的是 如果各位有去看什麼一些傳統的 古代小說什麼隨唐演藝之類的 他們就會刻意說什麼 第三個兒子李玄霸是天下第一好漢啊 然後你們拿著那個什麼兩個銅錘 每一個銅錘重180公斤啊 然後想說超人類 然後打拼天下無敵手啊之類的 而且重點是那個什麼 到最後這個很像玄幻小說 就是這個李玄霸到最後他就是 因為打破天下無敵手他太寂寞了 所以他就跟天叫嚣說 你有種嚇我打死你之類的 後來天就劈到了 就把李玄霸給劈死了 原來是這個樣子 對沒有錯 就是民間小說這樣寫的 好總之那個什麼 那在李冤嘛 其實他當時就是在亂世當中 要崛起的過程當中 他就讓他的幾個兒子幫忙 他一起一起協助打天下 那其中軍工最卓著的就是李世民 對他算是幫李玄平定了 北方大部分的叛亂 應該不能說叛亂 就是當時的割據勢力 所以當時就是李世民的軍工非常大 那這邊就要來提一下 傳統上都會說什麼 這個大哥李建成就無能 對不對 可是其實大哥李建成也不會到無能的地步 因為就是 這是弟弟出去打天下 對不對 那你身為大兒子 你又是外的储君 那你也要跟著一起出去打天下 就是沒有必要啊 一句話沒必要 因為萬一你戰死了 我還會產生季位上面的一個危機 對不對 所以當然就是你身為大兒子 你就給我乖乖待在中央朝廳 然後就是好好等著接班 對所以李建成比較像是 他沒有機會表現 他不像他的二弟就是 反正我也不會是第一接班人 我又有才華就出去打天下 那李建成就是 我也不輸給他 就是其實歷史上有很多資料 大概去佐證說 李建成也是有一定的才華的 但不好意思你就是接班人 你好好等著去接班 所以他比較沒有那個展現的機會 但這也就是讓 一直都展現的李世民 就比如說就是 雙方就開始有點尷尬 因為就是弟弟的功勞太大了 然後那個哥哥就會對弟弟 就是產生一定的威脅感 那弟弟好像也有一種就是 我即將就要挑戰 就是哥哥的權威 就是你看 這整個天下好像有一大半 都是我幫忙打下來的 哥哥就一直坐在坐鎮中央 明明我就比較優秀 難道不選我嗎 難道不選我嗎 所以其實李淵當時 就被這幾個兒子搞得很煩 就是一天到晚那邊吵架 今天那個什麼 李世民說什麼 哥哥他嚇毒毒害我 害我就是我們兩個喝完 喝完酒宴之後 我回去好啊 我拉肚子啊 我拉肚子快死掉啊 都是哥哥他毒害我的 然後那個什麼 然後那個什麼 或是今天那個什麼 今天那個太子李建成就會說什麼 老爸就是你有一塊土地啊 就是那個你有一塊土地啊 原本要封給某個大臣對不對 然後那個弟弟啊李世民啊 他竟然指使人把那塊土地給搶過來 他打臉你耶 他連皇帝都敢打臉耶 說一些閒話 對啊雙方就互相互相說啊 其實說到最後啊 就是雙方就是衝突就越演越烈 不管是就是突然說沒有到說直接爆發出來 但是檯面下就是越來越升溫這個樣子 所以到時候李淵就受不了了 他就是在這個玄武門事件發生之前 然後就說哎呀我覺得你們這樣鬧下去啊 真的好煩喔 就是我們來開家庭會議好不好 我們有什麼事情來好好協調一下 就是來那個某一天的早上 就是一起來找就是一起來找我 我們好好來開家庭會議 結果這個時候就是 這個時候李世民就覺得說 他就覺得說 這可能是我唯一的一個機會 就是因為如果在按照體制內這樣下去的話 沒有什麼意外一定是我大哥接班 對就是再不出什麼意外叫大哥接班了 那我知道製造意外了 對所以那個什麼他就在當時就是一定要 就是玄武門他為什麼那麼重要 是因為他如果你要進入到皇帝的寢宮的話 這是一個必經之路 那其實就是那個什麼 當時李世民就買通了玄武門的守衛 因為這個守衛他其實原本是太子 就是李建成體系的人 他就故意收買他說 就是你跟我就一起站隊站在一起吧 然後就是凌晨 然後那個什麼就埋伏在玄武門這邊 然後準備就是掛掉 準備掛掉他的老哥跟老弟 對因為他們要開家庭會議 然後老哥跟老弟就順便把他一起掛掉 那掛的過程當中還非常的曲折離奇 就是那個什麼 首先就是哥哥李建成 弟弟李元吉兩個人 就是準備要通過玄武門了 結果沒想到 沒想到這時候玄武門就被關起來了 就是有點像是把哥哥跟弟弟後面的大批人馬 先給隔絕開來 然後那個什麼 然後這個時候 李世民就突然就是拉弓射箭 因為他其實是戰場出身 那個武藝也非常的精手 結果一箭就直接把李建成先給射到 因為他最主要目標對不對 然後那個什麼 李建成就這麼掛了這個樣子 然後當那個李世民想要在第二箭去掛掉那個李元吉的時候 誰知道他的弓就爛掉了 那個不良品吧 瑕疵品 武器弄丟了 這什麼免洗工 對 然後結果那個什麼 李元吉他其實也是戰將出身 他早年有跟李世民一起搭檔出去征戰天下 所以人家也是會武功的 他就想說 惡哥什麼 惡哥你竟然敢偷襲我 好啊 你又沒武器了 所以當時那個李元吉就是拿著武器 追著李世民到處跑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李世民有可能會被反殺 但沒有關係 因為人家是早就預謀好 所以當時李世民的武將就是 趕快衝過去 然後就是把李元吉也給掛了 而且就是把太子的腦袋跟那個什麼 就是這個騎王李元吉的腦袋 都一起砍下來之後 這個叫做御池靖德的就是 那個武將的話就是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因為他們不是本來要開家庭會議嗎 對不對 那家庭會議還沒開之前 其實李元當時已經醒了 那李元在幹嘛 在他的寢宮 可以知道的是李元的寢宮一定很大 因為當時李元在幹嘛 在寢宮內划船 對就是 蛤 對他的寢宮是有人工湖泊 可以讓他划船 就是算是兜風跟斷電身心的這種感覺 然後而且當時他不是一個人划船 他是有跟幾個比較親近的大臣 就是在一個小船上面 就是划船啊聊天啊 準備說我們待會要開家庭會議啦 你們可能會有遇到什麼這樣的狀況 結果沒想到就是 怎麼外面那麼嘈雜 結果就是李世民的武將 玉石鏡的衝進來 而且看到皇帝 就是第一件事情 就把兩顆人頭 丟到皇帝的船上面去 然後就說啊 太子跟那個什麼李元吉 那個意圖就是 那個也不能說謀反 意圖就是那個什麼 刺殺我們的李世民 然後太可惡了 所以我幫忙把他們給掛掉了 那皇帝你說我現在我該怎麼辦 對他就這樣說 那個你要想像當時的場景就是 一個武將 首先先丟人頭到皇帝的船上面去 而且這武將就是全身上下可能都是血啊 然後呢旁邊就有很多那種就是已經 可能樣子很狼狽了 不是樣子狼狽 是樣子的殺氣騰騰 而且旁邊就一群就是跟著他一起衝進來的人 然後盯著就是只拿著就是一個小舟上面的皇帝這種狀況 然後就問李元說你覺得我們現在該怎麼處理啊 該怎麼辦啊 然後李元其實也很聰明 就說啊糟糕我被威脅了 然後所以這時候李元動機其實也很快就說啊 他一開始李元就說什麼 我早就知道會有這個今天 然後你把李世民給叫進來吧 然後李世民當時就算是衝進去 然後就抱出爸爸說啊 爸爸怎麼會發生這種狀況啊 我好悲哀啊 我感覺好悲哀啊 然後李元就說什麼 我知道這一切都是有不得意 你也是被逼的對不對 然後父子娘就大哭 然後那個大哭完之後 然後李元就說啊 我知道一切都是你不得意的 好啊你們一定沒有問題啊 因為那個時候李元有點像是被威脅 他如果不這麼說他就 你怎麼知道李世民殺完老哥殺完老弟 會不會連老爸都一起殺 對啊所以那個什麼 後來就是在獲得皇帝的就是首肯之後 那同樣也是李世民的武將就衝出去 為什麼要衝出去 因為不要忘記就是 宣文雖然說關閉了 但是其實外面有太子的軍隊 甚至太子的軍隊眼看打不進去 他還呼叫更多的軍隊說 我們趕快打進去救我們的老大 結果到最後就是也是一樣李世民的武將 就直接把人頭丟下去說不用再掙扎啦 你們老大全部被我們幹掉啊 你們到底要怎麼決定 你們現在要怎麼辦 自己想辦法吧 所以就是後來就是太子的軍隊就一轟而散 然後整個政變就這麼算是初步的結束了 對 他那個人頭還真的很多用 對啊 他先丟給他老爸 然後再丟到城牆下 對啊 而且事情並沒有這麼結束啊 事情後來就是李世民就是為了要 禁絕後患 對 因為其實有一個東西就是 好像在乍看這樣就是 喔因為李建成死掉啊 李元吉也死掉啊 那你只剩我這個兒子 就是一定要傳位給我嘛對不對 這其實是個錯誤的概念 為什麼 因為中國古代講說 嫡長子繼承制度 就是比如說 我傳位給我的大老婆的大兒子 就是嫡長子 那如果嫡長子 既然比我還要早死怎麼辦呢 答案是我應該要傳給嫡長子的嫡長子 嗯 就是寧願讓我的孫子來接班這個樣子 所以後來李世民為了要避免復仇 還是為了要確保他的皇 他的繼承的數位 他後來把 該不會李建成的兒子都幹掉了 對他把李建成跟李元吉的家 那個家屬 哇塞 對掛掉了 而且更更 而且就算有活下來了 為什麼會有活下來了 是因為 那個他看就是比如說砍一砍 他就看到說有幾個 比如說李建成或是李元吉的姬妾 就是老婆們 漂亮欸 哇太可惜了 嗯 然後就 就自己拿過來享用了 真的喔 對 有這個橋段 那為自己的妻妾 對沒有錯 所以那個什麼 所以其實啊 這件事情 雖然說傳統都會美化說什麼 然後你看就是因為一個不成器的大哥 然後那個一直弄弟弟 然後弟弟逼不得已 就想辦法就是自我防衛 然後他都是一切都是被逼的 可是事實上 如果你全部攤開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李建成根本沒有要動手殺人的動機啊 為什麼 因為我就只要一直拖 我拖下去 拖到老爸死掉 我就一定可以接班 到時候我要弄死你 不是更名正言順嗎 我何必何苦 就是一定要發動個政變呢 我沒有要逼你的意思 反而是李世民他比較有作案的動機 而且李世民他上位之後 他其實做了一件中國皇帝 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會被寫在歷史課本上 因為真的很重要 就是他當了皇帝之後 他有一天跟他底下負責寫紀錄史書的官員說 我要看你現在紀錄我的言行舉止的史書 請你拿給我看 這其實是不被允許的 因為如果 因為什麼 因為如果皇帝他看到記載自己的東西 他會叫他改啊 對啊他一定會叫他改啊 所以以前古代的那個史官 其實都是比較獨立性質的 就是說就是 你不可以跟我做個要求 就算你做這個要求 我也不會答應你喔 但是我們講唐太宗那時期的 負責的鑽石的史官可能就比較 比較軟一點 對所以想說喔你要看那就拿去看吧 從此以後就是 就造成了就是皇帝可以開始過問一些 史官紀錄的東西 然後所以就 算先例就對了 對然後 然後所以就導致後來中國的幾個 比較重要的史書 普遍來講都會被人詬病一些誠信上的問題 因為中國就是比較著名的史書 像什麼什麼史記啊 三國志啊 你會發現這些人 他們都跟皇帝保持著一定的關 那個隔絕的關係 就是我不會那麼親近到 我讓你看我現在寫的稿子 那你要 如果你命令我改 我該怎麼辦 可是唐太宗時代就沒有人做 但這到底代表什麼事情 就是唐太宗他李世民他非常忌諱 就是有沒有人要 喔就寫寫雄門之辯的 對 你如果忠實紀錄 哇天啊能看嗎 而且就是我的紀位合法性就會不斷的被挑戰 事實上玄武門之辯 他為什麼會說對唐朝非常的重要 就是他開啟的就是唐朝前半段超級長政變 對那個什麼 因為你自己就是靠政變上台了 你如果當年有這種機會成功了 那是不是代表我們都有機會可以成功 所以其實那個李世民他自己晚年也就遇到就是繼位者危機 就是他有他也有個大兒子 就是迪章子 對 叫李承錢 對 但是李承錢就是他不是很喜歡他 而且李承錢就是交一點白咖這個樣子 然後所以那個什麼 那個 當時就是李世民就比較疼愛另外一個兒子 然後叫做李太 然後結果那個什麼 這位李太先生就會想說 你看 老爸那麼喜歡我 就跟當年就是那個李淵那麼喜歡李世民一樣 然後感覺現在我就是比大哥優秀啊 那我是不是有機會可以挑戰他 你看父王就是這樣上位啊 所以就導致當時 其實唐太宗晚年的時候就是 他底下兒子都鬥得非常非常的厲害 這個樣子 所以唐太宗他其實他晚年的時候 也多多少少有點表達一點後悔的意思 就是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然後事實上不只是唐太宗的兒子 後來很多就是那個唐朝都有發生什麼宮廷政變 像我們比較熟悉的就是 我們剛剛有講到被刪除掉課本的武則天嘛對不對 武則天他是政變上台 他是政變上台嗎 他也是因政變而下台的 因為他就是後來年紀大了 比較就是疏於管理之後 當時想要幫助李唐王朝重新恢復的大臣們 就是也是一樣政變啊 直接把武則天的小老公們 對他不是小老婆們 因為他是小老公們 小白臉們 對小白臉 也是一個砍啊 然後也是一樣 也是從演一樣的驚悚劇啊 就是人頭都在附近啊 就說 哎呀 那個 這個 我說皇帝啊 就是武則天說 你該怎麼辦啊 我們可以該怎麼辦啊 武則天說 我了解你們的意思 OK 懂齁 我覺得他是被逼退位 對他是被逼退位的 對啊 所以這個事情其實在唐朝前期太常發生了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李世民開了這個頭 沒有錯 對 所以這的確是 算是影響唐朝前半段的政局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事件 對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被刪掉其實蠻可惜的 因為他其實蠻關鍵的一件事情 是 他除了是唐朝本身歷史上的關鍵 其實我覺得啊 嗯 他也是中國文化上的一個 算是一個象徵 什麼象徵 就是敵長子繼承制度 就是 呃 敵長子繼承制度就是 他為什麼會誕生 就是 因為他絕對不會是個最好的繼承制度 萬一敵長子是個白痴怎麼辦 對啊 但問題是他為什麼會被中國人使用 當以前的中國人來使用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他夠穩定 對 你不要 你底下人就不要鬧了 你沒 這是誰可以當繼承人 一句話 就命 你命好 你是敵長子 OK你就 就算他是白痴 對 就算是白痴 反正 皇帝如果是白痴的話 只要底下大臣 能夠約束掉 約束到他的話 這白痴應該也很難造成什麼 很多實際上的傷害吧 對 除非像 我們之前講到明朝後來就是 明朝皇帝 後來普遍除了真的很白痴之外 他又真的執掌大權 哇就是 嗯 那真的是 這只要 真的是出現一大堆的悲劇 但是在以前唐朝 其實皇帝的權力 還沒那麼強大之前 皇帝是白痴也無所謂啊 就是底下大臣 對啊 宰相幫你做事情啊 對不對啊 你就白痴是贏人 爽爽過就可以了 可是 李世民你這樣子做的結果 就是造成唐朝 前半段的時間 一直在政變 那乍看之下你李世民 的確是締造了一個爭官之治 你本身也的確很有才能 包含就是 他後來很多軍事的擴張 比如說打敗什麼 北面的東突厥啊 西突厥啊 他的確打敗了很多國家 對啊 你的確也是締造一個盛世沒有錯 可是 你也不能否認 他造成了唐朝的前半段的混亂 就是因為你破壞了敵藏子繼承制度 那這個其實反而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文化象徵 以及可以探討的文化問題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議題 你的意思是說 後來就是對於敵藏子這個觀念就是有點轉變這樣 應該這麼說 還是說敵藏子這個觀念又更加的穩固這樣 都有 因為是唐朝的前期 就是你是太子 你不一定就文啊 為什麼 前面有個李世民那個 那個 有這種先例在啊 對啊 可是後來後世的朝代 他們就會每次就是 啊到底要立誰當接班人的 如果每次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很害怕那個第二次的那個宣武門之間 對就是會有人提出來說 哎不要忘記當年就是李世民他那個造成的後果啊 所以就是你那個就算是大低章子不成棄 麻煩你就還是立低章子 讓讓這樣 對啊就是穩穩穩穩穩穩穩優先啊一些維穩優先這個樣子 耶耶耶耶 好囉好對雙關雙關 所以那個什麼我個人是覺得說啊就是他從歷史課本刪掉 嗯好吧可能歷史課 我剛剛講過他有一個新的概念他有一個新的主張 但他這個故事本身其實是非常的曲折的一切 包含就是李世民他修改史書紀錄的這件事情 也都是非常值得討論的 這影響很大 對影響的確很大 對啊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們前陣子其實有聊過的是那個明朝的歷史嗎 是對我們我們歷史上今天或是那個影響其實還我們都有聊到 對然後我們那個時候其實就講到的是錦衣衛的故事 所以我們講到的是明朝他的那個中央集權的問題這樣 對然後所引發的一些比如說後續那個什麼 什麼官鬥啦 嗯那種比較官場上面的一些鬥爭這樣子 對可是對照到我們現在所提到的唐朝 你看他們的底下的這些王室之間的一些爭端啊 或是這個政府這個這個底下的這些官員們 這個對於這個王室之間的這樣子的繼承的問題 我覺得我覺得那種處理的方式其實很明顯就會不太一樣 對啊所以就你就你知道說什麼 以前我們被什麼朝代啊 漢朝然後到唐朝 到最後的什麼宋元明清什麼有的沒的 對我覺得我覺得這個其實是蠻有機可循的 就是我們按照這樣子的一些重要的事件 然後去認識這些歷史的故事 我覺得其實他是一個蠻有脈絡的這樣子去瞭解 而不是我們要去隱背年份啊 什麼幾年幾年發生什麼事情這樣子 其實說真的啊像我當然啊我不能代表所有歷史系 可是當年我在念歷史系的時候 我們某部分的歷史系的同學包含我在內 我們都不太會記年代 對我們 因為其實年代你去查書一定都會查得到 對啊 對那但是前後順序我覺得先理解到 我覺得你再去把那個年份給拼上去 這個這個會是比較一個比較比較比較順的一個邏輯啊 對啊要不然你要一定要去記年份 我覺得那個太痛苦了 對啊所以其實我當時就是 因為我畢竟高中嘛我既然能夠考上歷史系 我的歷史成績也沒有到 就應該有到一定的能力啊 對啊稍微謙虛一點說就是有到一定的能力啊 有人就問我說啊你是怎麼 你是怎麼念歷史的 背年份嗎 你是怎麼背的 然後我就說我從來不背歷史的啊 我不覺得歷史要靠背的 我覺得歷史它是前後的東西互相的影響 對啊他今天我們會變成這個樣子 絕對不會是砰的一聲就突然爆出來了 他一定是前面的東西 然後一個一個一個連續下去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為什麼會喜歡歷史 就是因為我覺得說 哇這樣一個一個下來 哇好精彩好精彩 然後一不一不知不覺之間 我就已經發現 喔我已經看完了 好生好幾十年 甚至好幾百年的 是那個時代的脈絡的演進 然後那些在那些精彩的故事當中 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基点 其實有點跟電影很像啊 對啊就是電影也是有那種 身為一部作品 他已經會說起承轉合的嘛 對啊 如果一部電影 他斷裂性超級強 對啊 那也不好看 對啊那也不好看吧 那歷史其實就是一個 繼承影響的關係 不管他最後的結果 你喜歡還是不喜歡 他是你那個 或是你成 或是你願那個接不接受 但他就是已經形成了 所以只要能夠找出這當中的脈絡 其實要讀歷史是 我個人我自己會覺得 是一件有趣 而且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就是你只要能夠找到那個脈絡關係 而不是硬要去背他 比方說什麼 喔什麼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時候這裡面當中有什麼人 喔我告訴你太痛苦了 對那個 對啊那個 這樣子學歷史 你只會覺得說 這是非常的無趣 這是我覺得倒胃口 對啊會很討厭 所以啦 這個我們所提到的玄武門之變 我們都知道說他的歷史性 他的歷史的重要性在哪裡 嗯 那顯然啊就是說 因為他實在太重要了 所以有很多的影視作品 都有在描述這件事情 是 對那我自己個人 真的都超級不熟 OK 對然後而且 真的還蠻多 我後來查到的一些資料 都是大陸劇居多這樣 嗯 就是陸劇啦 中國那邊拍的戲劇類型的比較多 所以很難有一個單一的電影 在描述這起事件 因為他影響的事情其實也很多 很大 然後他前後其實那個 橫跨的時間走其實也蠻大的這樣 嗯 因為畢竟講到 講到李源 然後又講到李世民 然後李世民他又可能會牽扯到 真觀之志這件事情 對所以我覺得他其實是一個很長一段脈絡 所以會變成是 玄武門之變在這一整段的歷史之中 中間的一件發生的事情這樣子 嗯 所以並沒有特別的一部電影啊 就是叫做玄武門之變 嗯 很很少 我現在看到 有啦有以玄武門為題材的 以為題的片名 我現在看到只有一個叫做決戰玄武門 就是在1984年的片子喔 那這部片他是比較武俠色彩一點的 劇這樣子 對 那1984年其實也蠻 也蠻古早的這樣子 是 對我相信應該很多人可能 要 第一個要找有困難啊 第二個可能是沒有什麼興趣 是 對但是 年代比較接近的大概是在2007年的時候 嗯 算是一個蠻有名的 而且我記得好像台灣電視劇好像有 有引進 有引進這樣子 然後也有蠻多 我覺得婆婆媽媽都會看 嗯 對就是 這顯然就是他的故事還蠻通俗的 就是大家都吃的下去 嗯 叫做真觀之志 是 那蠻有趣的就是說 他裡面找的這些明星喔 都是現在 欸蠻 蠻在檯面上的一些 就是中國的演員 然後其中也有包括了一個台灣的演員 是 這金士傑嘛 對金士傑老師 演那個魏珍 對 對這個好像 這個以前我歷史老師也會提到這個人 對 因為他也蠻重要的嘛 他是 他是什麼樣的身分 是 就是他原本以前是李建成的部下 對 而且其實他一直都有建議李建成說 你就直接把李 李世民趕快幹掉 因為這個人他好像疑似要幹掉 你你先下手為強 嗯 好只不過李建成他就一直覺得說 我沒必要嘛 我就熬嘛 你說猶豫這件事情這樣 就是 就會覺得 猶豫之外 會大部分時間 為什麼會讓他猶豫 我覺得沒必要啊 為什麼我一定要幹掉我弟弟呢 結果沒想到他真的被他弟弟反殺 然後 結果李世民他 後來去逮捕了魏珍嘛 因為他屬於這個是太子式一內太 然後李世民原本 魏珍是不是有點有趣 魏珍 你 Miso嗎 對 我肚子很餓 對我能夠了解啊 我跟我學生講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沒說啊 我知道有豆腐的那個 對 好總之啊 那個什麼 他是李建成的人馬 對 當時李世民就去問魏珍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離間我們兄弟之間的感情 然後魏珍就說 你哥聽我的話 你早 你今天還有 你今天還會站在這邊跟我講話嗎 意思就是 你哥就是不聽我的啊 然後 反正那個什麼 後來李世民是覺得說魏珍 有他的才能 所以就是後來就是 算是很多時候都會去採納魏珍的建議 不但有赦免他 而且還讓他 都是當非常重要的官員 而且我記得好像 好像是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他 直言敬見嗎 對啊 對就是會講一些很難聽的話 忠言逆耳這樣子 這麼說吧就是 那個魏珍其實他真正有名的地方 反而不會在歷史課本 而是在國文課本 因為會有一個國文的課文叫做 見太宗師師書 對 他這樣告訴你啊 我告訴你 那個唐太宗李世民 有十件事情 你應該好好思考 反正就很多說一個東西 然後我現在也忘記 那個課文當中 當中到底在講什麼 他建議李世民 這個是治理國家該怎麼做的 十個建議這樣 或是說就是你要 控制你的脾氣 那個身為一個好皇帝 你要怎麼控制你的脾氣 反正那個什麼 反正就是講很多廢話 對 然後那個什麼 然後結果是 結果在這齣劇裡面 是金世傑老師 飾演的這樣 他應該算是 李世民統治前期啊 一個蠻重要的一個人 對 因為他後來就是 年老提算後來過世 那我記得李世民他 晚年有做過一件事情 就是他有派遣軍隊 去爭討高勾力 就是今天的韓國這一代 因為那是當時很 很麻煩的一個外患 那後來就是爭討失敗之後 那李世民其實就有跟別人講說 如果今天魏珍他還在的話 我可能應該 就不會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一定會極力的阻止我 而且他會 就是就是 不管不管 不管什麼樣的情況 他一定會想辦法提供一些建議 或是就是 即便知道我會生氣 都一定要硬跟我唱反調 對如果他在或許就不會爆發 這場失敗的戰爭了 OK 好啦反正我們現在回到這個電視劇 然後他這個電視劇的劇名叫做 爭官之治 那很顯然就是他是從 這個 許我們之變 這個李世民他取得政權之後 嗯 然後說這個 就是一路這樣延延延到他 做哪些豐功偉業這樣子 是 對那這齣劇我沒有看啊 那金老師說他有看了一些 對我看了後半段 其實我覺得這部劇 就是某些的呈現 我們先不管他就是 有沒有歷史上的印刷 他某些的一些人物上的呈現 呈現 那個呈現我覺得都是還蠻棒的 因為像我剛剛有提到 李世民的晚年 他也爆發所謂的 即位的危機 就是這個太子李承錢 然後那個什麼 那個就是 他非常不喜歡他 而且又有白卡 然後李承錢 他他劇當中其中有一幕 就是那個李世民就一直跟李承錢說 為什麼你那麼不爭氣呢 你為什麼就硬是要跟我對著幹呢 你難道你們不能做一些 做一些讓我值得驕傲的事情嗎 然後那個李承錢就有點怒氣上來 就說你的意思是說 我不夠值得讓你驕傲嗎 所以你才去讓其他兒子 才讓你感到有驕傲感嗎 然後那個 然後李世民就當時說 陳錢 我不是這個意思 結果李承錢突然大罵 所以我說 不要叫我陳錢 你叫我太子 就是你不要 就是請你更尊重我的地位一點 就是你明明都已經那麼寵弟弟了 寵到說你都已經威脅到我太子的地位了 怎麼你 怎麼這難道都是我的問題啊 都是我的錯嗎 直接跟老子這樣硬嗆 對對對 哇塞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當然他是劇情C的 可是我 因為後來李承錢 他其實有叛變 對然後李世民後來就是 有去派官員去出擊說 你為什麼要叛變 然後李承錢就說 我是太子 我幹嘛一定要叛變 那個什麼 明明我不應該叛變啊 我就是熬嘛 熬到就是我老爸掛我就接班 要不是老爸太寵愛其他人 已經威脅到我的地位 我何苦一定要叛變的意思就是 我也是因為一直都得不到我爸的愛 我爸偏心 我才會想做這件事情啊 然後李世民聽了之後 也是感覺到有點無奈 就是他必須 因為他後來也承認說 對的確我偏心 我偏心的結果 我就造成了我的大兒子 後來就是 有這麼偏激的行為 對所以這部劇在某些 情感的塑造上呈現 我覺得還不錯 對但是我們當時 因為他是電視劇嘛 然後我 你沒有看到熊悟門之變這一part 就是對我沒有全部看完的樣子 對那我這邊看到的資料是說啦 就是在他在劇裡面 就是描述熊悟門之變的這個過程 唯一一個跟實時比較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剛剛金老師有描述到嘛 就是說熊悟門之變發生之後 呃這個呃算是 算是李世民的手下有一個叫 浴池靜德 對浴池靜德這個人 他就是提了兩個人頭 然後走到那個 呃李淵他划船的地方嘛 對啊 對那在這齣劇裡面 他其實是呃發生政變之前 李世民已經被 應該說李淵已經被李世民 軟禁在這個海池的船上面 這樣子對 所以就是那個前後順序 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對但是資資銅建 裡面是描述前者嘛 是 對啊所以好像是 就這個地方而已啦 對那我不太知道 因為我畢竟我沒有看 因為就是有的時候 中國史書就是 可能大家紀錄了就會有一點偏偏差 對 所以那個什麼 那可能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狀況下 那到底該怎麼辦呢 那當然可能就會 為什麼會有一些人 他們要考究歷史 就是說 糟糕了 有兩種或三種以上 對同一件事件的不同說法 怎麼辦 好開始就是有點像是偵探一樣 去找一些資料 就去說我覺得哪一個更合理 那 那個什麼 那我的話的話 我自己就是沒那麼大強大的能力 跟那個閒功夫 所以我一定要考究 那我就 那我可能會 那我可能就會說 就是說 我知道某個版本的說法 我還知道另外一個版本的說法 然後他們的各自的出發點 或者說各自的理論的原因點是什麼 那你相信哪一種呢 就是比如說你覺得李世民他是預謀到說 已經把那個李源都給軟禁了 然後實施計劃 這麼的萬無一失 還是說他這個真的比較臨時起義一點 所以那個他算是有點拼了 車拼了 然後之後還要去威脅他老爸 然後獲得他手肯之類的 那個什麼手肯之類的 那你覺得哪一個更合理 你都可以說說看 因為其實如果說把老爸給軟禁了 某方面來說得通 但某方面來講也說不通的一點 就是說那皇帝附近難道沒有 那麼難道沒有絲毫的反抗的機會 他畢竟還是皇帝吧 他身旁應該還是會有一些護衛在 他怎麼沒有絲毫的說 發生這種事情了 然後想辦法應變 或是通知一下 當然也有可能可以說是說 他就是這麼做的這麼的密不透風 OK 那我們就拿出證據來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的話 其實你知道我剛剛講講講講 就是會對這個整個叛變的過程 政變的過程是有點比較了解這樣 其實我想到另外一部電影 就是那個蠻沉靜在黃金甲 其實我覺得還蠻像 就是皇帝有第二個兒子就 周杰倫 他在外 傑王子殿下 傑王子 就是他的戰功比較 這個就是比較顯赫這樣子 然後他回到宮裡面 欸這個媽媽也比較愛這個小孩這樣 是 對然後這個太子 就是大兒子就 比較軟趴趴的這樣子 嗯嗯嗯 然後我覺得蠻有趣就是說 因為在電影裡面 就是 就是劉業演那個長子嘛 是 他好像是有點 要就是說 啊我 我知道就是大家也比較喜歡 第二個 小孩 所以欸我想要就是 申請為王儲 就是把我 把這個太子就是 第一順位就是 立給 我弟啦 然後我 對就是給我弟 那我自己就當作是這個 王儲就好了這樣子的感覺 我覺得也蠻有趣啦 反正就是欸 反正啊 反正那部片也是亂七八糟的 所以就這樣子 哈哈哈哈 這個在中國歷史上 嗯其實有 在唐朝有曾經有發生過 類似的事情嗎 就是 你知不知道唐 以前我們在講到安史之亂的 OK 他不是發生在唐玄宗的時候 啊對對對 那其實唐玄宗他本身不是 他老爸的第一章子 嗯 他是協助他老爸政變的過程 他老爸當時也是因為政變才上台的 然後那個特別的賣力 所以後來其實他老 他老爸準備就是 算是要 找接班人的時候 又開始就有一點為難就是 你明明就是那麼有才華 而且政變當中你也出了最多力 好問題是你是不是第一章子啊 結果這個時候是 那個 就是唐玄宗的哥哥跳出來說 我也覺得弟弟的功勞很大 不給他那太可惜了 所以就就就給他吧 就給他吧 我願意讓給他 就讓他讓他來當接班人 所以後來 唐玄宗才 才那個什麼 順利的接班成功 然後唐玄宗就是 早年就是會 有感覺說 我的哥哥這麼的 對我這麼的好 所以就是 甚至說什麼 早期他還跟 即便當然皇帝 還跟哥哥睡在一起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說 他對哥哥有什麼樣的 那個企圖啊 只是說 表現說 你看我們兄弟之間 就是這麼的有愛 然後這麼的 彼此相互相的相信 其實這個 剛剛你講 滿層禁大黃金甲的東西 其實在唐朝歷史上 也有真的 有真的有曾經發生過 對算是一個 比較美滿的結局啊 沒有出現說什麼 到最後就是 全部殺光光 全部殺光光啊 然後就是來 你要不要逼你老媽喝藥啊 有病就該吃藥 對 這句話很經典 有病就該吃藥 腦才沒藥 總之就是這個樣子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類似的作品啊 或是 《學問我們》之辯 類似的這些影視作品 你有沒有看過 都歡迎在 留言區的話 跟我們來做分享 或是你對於 《學問我們》之辯這個歷史事件 現在已經沒有在提了 有什麼樣的想法 歡迎在留言區留言 或是在首播的時候 來跟我們做互動討論 好的我們時間進入到1863年的7月3號 皮克特重鋒 這件事情金老師知道嗎 是發生在南北戰爭 算是蠻標 算是軍事史上有一點標誌性的行為 但不是一個好的標誌 對不是一個好的教材 簡單來講就是皮克特重鋒 其實時間要回溯到的是1863年的7月1號 當時美國的南北戰爭爆發之後 進入到一個比較白熱化的狀態 7月1號這件事情 是發生在賓州的蓋茲堡這個地方 發生著著名的蓋茲堡之一 這個也算是美國內戰裡面的 史上最為慘重的一次戰爭 那皮克特重鋒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蓋茲堡之一的最後一天 就是7月3號 就是他們這個蓋茲堡他打了三天這樣子 那最後一天就雙方已經僵死不下的狀態之下 這個南方的邦聯軍的李伯特李 羅伯特李將軍 就是那個戰車 3號戰車 對那個戰車的命名的那個將軍 然後李伯特李將軍呢 羅伯特李將軍呢 他就向那個北方的聯邦軍 發動了一個比較大規模的突襲 所以就是說我們就衝啊這樣子 然後大概不到一個小時的衝鋒的過程 然後就造成了5萬人的傷亡 所以最後就是以失敗作劫 那比較特別的是說呢 他衝鋒衝到一個最前端的那個地方呢 現在有立了一個杯這樣子 這個杯就是所謂的 南軍最高所謂的就是現在的這個位置 他們有立了一個杯 然後也是在紀念這場戰役這樣子 所以皮克特衝鋒就是在指這件事情 那這個衝鋒結束之後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其實也是標誌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前面衝的越快 你後面沒有跟上其實也於事無補啦 所以這個戰場的教訓其實蠻大的就是在這裡 就是說你前面算很勇猛 然後衝到對敵方的陣營之中 然後敵方也覺得你好可怕 有那種壓迫感 可是你後方的比如說補給啦 或是一些輔助的軍團沒有跟上的話 那這件事情其實也於事無補 那蓋子寶之意呢 這件事情其實算是南北戰爭之中 我們剛剛有講的是一個非常慘烈的一個戰爭這樣子 那其實也是南北軍對峙的一個很大的一個轉捩點 那從這件事情開始之後呢 就是南軍變得一個比較守勢的狀態 對然後北軍就是這個比較站上風這樣子 然後所以就一路的打到這個戰爭結束這樣子 那我們在這邊就是這個提供的照片 這張照片其實蠻有名的 它這個是當年少數的照片 因為你知道就是照片技術在當年沒有太發達嘛 所以就少數遺留到的一個比較經典的照片 也是只要一提到蓋子寶戰爭 蓋子寶戰役這件事情的時候一定會拿出來講的 就是因為蓋子寶戰役它的這個發生的時間點 就是你想想看6月7月這個時間點很熱啊 然後死傷又這麼的慘重 然後當時對於這種這種後勤的概念也沒有太就是太完備喔 所以這些史詩喔 就被曝曬在這個蓋子寶草原上面 然後很很久的一段時間這樣子 所以就有錯位啦 然後這個這個環境狀況很差啦 所以這個很多就是當時的攝影師進去之後呢 他們就拍下這張照片 就是有很多的屍體就是橫屍在這個蓋子寶平原上面 就是戰況很激烈 然後它的這個標題名稱叫做 The Harvest of Death 就是死亡的收割這樣子 或是死神的收割 就是有這樣的一些翻譯這樣子 所以這個算是只要談到南北戰爭或是蓋子寶之意 就一定會拿出來提到的這個照片這樣 然後這張照片呢 就剛好呢出現在我們今天所提到的電影 也就是吸血鬼獵人 林肯總統這部片子裡面 這部片是在2012年拍攝的一個 算是奇幻驚悚恐怖電影這樣子 對然後他就是根據林肯總統的一些豐功偉業 然後加以的改編 然後變成一個架空的歷史 然後變成是說這個林肯總統呢 他為什麼要發動南北戰爭 其實是因為南部的這些人啊 蓄奴的這些人呢 都是吸血鬼啊 對所以他解放黑奴 打了這個解放黑奴的旗幟 就是為了要殘除這些吸血鬼 然後取代我們人類的世界就是這樣子 對然後呢 這部片中間有一個很關鍵的戰役啦 就是說這個林肯總統他們要送一批銀器到前線嘛 就是在那個火車上面 然後跟這個 吸血鬼BOSS 跟獵鷹 跟獵鷹 就是跟獵鷹一起打這個吸血鬼BOSS這樣子 對然後就是他們前往的戰場 其實就是蓋茲堡戰爭這樣子 蓋茲堡的這個戰役的現場 對然後也蠻有趣 就是說他裡面也有呈現呢 就是說為什麼蓋茲堡戰役 兩方僵死不下 就是因為南方的軍隊的人 都是吸血鬼 對所以他們拿到的銀器之後呢 就可以把這些吸血鬼幹掉這樣子 然後這個戰爭過去之後呢 他最後面也是安排了一個攝影師 然後在草原上面拍下的一個照片 然後就是有回去給林肯看 所以那張照片 那個攝影師的那一個那件事情 其實就是當時把這個 死神的收割的照片拍下來的攝影師這樣子 了解 所以就是他有 好啦就是他把那個歷史事件給完美的結合了 然後我覺得更有趣的是 我們之後可能歷史上今天 或是殷石器材也會聽到 就是蓋茲堡之意之後呢 林肯他其實也有到這個現場 發表了一個非常著名的蓋茲堡演說 那蓋茲堡演說裡面呢 他裡面就是樂樂等講很多之後呢 最後面關鍵就在最後面 重點在最後面 就是他提出了明有明智明想的一個觀念 對所以這個非常著名的演說 然後他當時也有一張非常著名的照片 然後在這部電影也有呈現出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也蠻有趣的他就是有一點 欸婉轉歷史的觀念這樣子 對然後欸值得一提就是說 明有明明智明想這個概念好像是 孫文翻譯 孫文翻譯的嘛 對 我印象很深刻 是 對因為那個 我之前也有提過 就是走向共和那個電視劇 然後我今天印象很深刻 就是說當年的慈禧太后 他其實有派一群官模團 然後到美國去學習說 如果我們這個民主政治到底要怎麼運作什麼的 然後他就這群官員 然後就清朝官員 然後就跟美國他們那些的官員 然後就是有交流 然後他就說我們有一個明有明智明想的這個 他就說for people of people by people 這樣子 美國那邊翻譯就翻很懶 就是說為了人民什麼有的沒的這樣子 翻得不倫不類這樣子 然後那個清朝官員就說 他就跟他的翻譯說 這個我好像有點聽不太懂這樣子 然後說我知道我們那個中國內部有一個翻譯家 然後對他就說 他就把這句話又翻得更好 就叫做明有明智明想 然後就說 哇這麼好的這種翻譯是誰啊 他說孫文孫中山這樣子 所以就蠻諷刺的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盖茲堡戰役啊 或是皮克特重逢啊 他其實對於這個美國歷史來講 其實也是蠻重要的這樣子 嗯 那我也是蠻喜歡就是 呃 美國人啊 他們會去架空這樣的歷史 然後去創作出一個更特別的一個故事這樣 其實我覺得當初我看過那個細邪鬼列人 你要知道 因為有時候 歷史我個人 我覺得我有時候有點毛病 就是 那個 你如果太完 太反轉歷史的話 有時候我會很不高興 OK 你這樣不珍重真實感啊 對不對 可是 問題是我覺得說 如果你玩轉的好的話 其實我包容性偏偏又很大 像我一開始想說 蛤 莎小你跟我講說 林肯是因為那個什麼 要獵殺南方的細血鬼 所以飛到南北戰爭 這什麼爛設定 可是他其中有一個 早期他的影片的比較開 就是前半段吧 有個片段 我就覺得說 這個巧巧是還蠻厲害的 因為就是 林肯嘛 他某幫人講 他有時候也會蠻被神 美國人神話 就說 林肯這個人很誠實 他早年 曾經有一次在那個 他可能要倒數嗎 他可能要倒數嗎 不是 那是 那是華盛頓 同樣的拿斧頭 對 同樣都很誠實 他有一次 多收了別人錢 結果他就特別走超長的路 然後找到別人 然後去還錢 然後 所以他很誠實 結果在電影當中 他改編成說 他就說 就跟他老闆講說 老闆我要出發去個很遠的地方 然後去找某個人 他說 為什麼 因為我 他多找 他的錢多找 我說我拿去還給他 其實 是因為那個人是吸血鬼 然後他 那個什麼 要想辦法去幹掉他 所以他就鼓勵走超長的路 然後跟老闆說 我要去還錢 沒有 他就要去砍吸血鬼 對我那時候看到 講的很有道理 不然的話 神經病嗎 正常的哪會走那麼長的路 然後去還那麼一點點的小錢 然後 當然你可以說 林肯真的到的很高尚 但我覺得這個 這個巧合說 這我給過 原來你下去砍吸血鬼 你懂一些林肯的小故事 我覺得看這部片 應該還蠻有感觸的 而且我覺得蠻有趣 就是他裡面有一個 照片的設計 就是他裡面有一個畫面的設計 是林肯在那個白宮的 橢圓辦公室裡面 就是那個非常有名的桌子前面辦公 然後他的兒子就在那個辦公桌底下玩积木這樣 那其實是 好像真實的歷史其實是甘乃迪 對是甘乃迪的小孩 對就是 然後他有穿開那個什麼 那個辦 那個辦公桌底下 然後那個擺出個pose 當時有被人家拍下來 那個也是一個非常著名的新聞照片 是 對所以我覺得這部片 他真的是有點有趣啦 好他那個林肯也有孩子就是 其實在當年孩子腰折率是蠻高的 結果他就說為什麼林肯的小孩會死掉 因為林肯他殺了太多吸血鬼 吸血鬼來復仇啊 對啊 我想說 這樣講也很有道理耶 所以明明我一開始很討厭看這部電影 然後別人跟我講說 最近有一部電影你會不會很喜歡 就是跟歷史有關 我說哪部電影 吸血鬼獵人林肯 我說不是什麼東西跟歷史元素 我就會很喜歡好不好 結果後來就看完之後 還OK 別人就說 別人就說 你喜不喜歡出電影 我覺得還蠻不錯啊 啊你之前不是說那個什麼不是什麼東西 只要歷史啊 我說 這就拍得好嘛 對不對 然後他跟別人說 我尤其喜歡林肯的斧頭 裡面竟然還可以射出銀色子彈這個設計 我說超帥的 我說那個斧頭 那把斧頭超帥 你知道就是其實我在看這部片之前 其實我有讀過他的小說這樣 對然後他那個 這部電影是有小說的 他是小說改的 而且我覺得他小說很有趣 就是他這個作者叫做 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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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恩史密斯這樣子 然後他其實有兩本 蠻著名的小說 其中一本就是這一個 嗯 然後這本小說他 我覺得更有趣就是他的篇幅又更多 所以他描寫 林肯總統的 的私底下生活又更多這樣 對所以我覺得電影他其實有點 把這個小說的篇幅消化出來 我覺得他改的還不錯 了解 所以我覺得就改編上來講 就是因為他監製是提武波頓 然後那個導演也是我非常喜歡的 一個一個俄羅斯導演 叫叫提莫貝克曼比托夫 他之前是拍那個 刺客聯盟的導演這樣 然後之後他又拍 你說刺客聯盟就是那個 對子彈匯轉彎那 就是他喔 對然後他後來又拍了一個 新版的冰漢 對就是就是這個導演 我覺得他的風格就是視覺風格很強烈 所以他拍了這個刺客聯盟之後 然後再再拍這部 我覺得提武波頓其實是看 看中他的才能這樣子 對然後OK 回到這個小說的作者 對就是他這本小說其實蠻特別 然後他有另外一本小說叫做 傲慢與偏見與殭屍這樣 對這部片也有被改成電影 可是電影改的沒有說很好這樣 了解 對對那這個他就是你看 從這些作品就可以知道說他其實就是 玩這種元素 其實我剛剛為什麼反應那麼大 是因為我大學時期啊 然後我們東吳大學有一個書店 然後有一次我就進到那個書店 然後想說書店當中有沒有什麼新書呢 結果新書榜上面有兩本書 我那時候看這個超出戲 其實就是剛剛講說 傲慢與偏見與殭屍 對然後另外一本書 理性與感性與海怪 我說這個東西是可以搭在一起 而且封面就很封面就很故意 因為理性與感性 他是一個英國軍官跟一個就是女生的戀愛故事 對對對 然後封面就是那個軍官牽起女生的手 好像蠻符合原本的理性與感性啊對不對 可是他下面是一群海怪要首先抓住他們的樣子 然後說三角這什麼故事 為什麼理性與感性跟海怪可以搭在一起 然後我那時候雖然說還沒看過傲慢與偏見 但是其實我的歷史喔 歷史教授當時有給我們放過理性與感性 然後我們知道這時候他算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愛情故事 他說到底愛情故事 要怎麼跟海怪混在一起 我覺得好神奇喔 所以剛剛你提到說原來這個作家有寫就是那個 傲慢與偏見 所以我覺得原來就是這好人物喔 對蠻神奇的 我基本上我就是大家可以不排斥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當然你可能看完會覺得說 這是很好笑啊或是很誇張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我覺得啦 就是人家會去對他們的這種偉大的歷史人物 或是他們很敬重的歷史人物去做這種改編跟反轉 我覺得某種程度在上面來講 我覺得他們的創作其實是很有創意的 我這樣的時候的話我突然想起來 我其實以前港片有些時候也會有些惡搞的朋友做反轉 你有沒有聽過有一個東西叫做鐵拳無敵聲 對啊 對啊這其實也是個很好的反轉啊 然後雖然說我當時看那個片 大部分時間說啊這這這到底在幹嘛 這是我反正很ㄎ好很蠢 可是我覺得超級喜歡那個什麼他們最後一幕 因為他們他們其實故事的大綱 就是在就是說孫文他被漢奸給綁架 反正不要太計較他的歷史背景 孫文被漢奸給綁架 就是有人要想辦法把消息傳出去說 大家趕快來拯救 結果後來那個拯救他們的人在事前就搞錯了 他們反而以為孫中山是大boss之類的 結果後來他們好不容易解決到真正的大boss的時候 然後漢奸就告訴他們說 啊我告訴你如果你們要搶救目標 你們的真正目標就在門後面 然後那個什麼 那反正就是故事的主角五個人嗎 他們就推開門 然後很有趣的是這部電影的孫中山 從頭到尾都沒有漏過真實的點 因為那是黑黑的狀態 然後他們說欸你們是誰 然後那五個人就說 那五個人就說欸那你又是誰 他說我我孫中山 什麼孫中山扁他 然後他們就去圍歐孫中山 然後那一刻我想說 哇好酷喔超喜歡的 所以這部電影才叫做鐵拳無敵生中山 就惡搞啦 這種東西我覺得很酷 對啊我其實覺得說 只要你編得好的話就是 雖然惡搞我覺得算是一種 還不錯 還算是讓人接觸歷史的另外一種媒介吧 對啊只要你能夠編得好的話 如果你編得很爛就 那就只要被唾棄了 嗯嗯嗯 所以以上啊這個就是 我們所提到的皮克 皮克特衝鋒 然後再提到蓋茲堡戰役 然後再提到南北戰爭 是 再提到林肯總統 再提到西階鬼 獵人 這樣子的作品 然後不知道你們看過啦 或是你對於這個 這段歷史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歡迎在留言圈裡面留言 或在首播的時候 跟我們來做討論互動啦 好了我們時間進入到1776年的4月7號 美國獨立日 美國獨立日 我們之前其實有多多少少提過嘛 因為我們有提到的是 美國獨立戰爭 然後還有烈心頓戰役這件事情 美國在1776年的7月4號這一天呢 正式的發表他們的獨立宣言 所以呢才把這一天呢 當作是美國獨立日 那美國獨立宣言呢 這個算是全世界第一個民主國家的獨立宣言吧 是 對然後而且獨立宣言之後呢 也是成為美國獨立 就是美國的憲法的一個基礎這樣子 所以它算是一個 基礎中 應該算是民主國家 全世界的民主國家裡面的基礎中的基礎 就一開始那種草創的東西這樣子 在課本當中 也可以說是美國這個單元當中 最重要的一個事件 你知道像現在的國中教科書 高中教科書還稍微比較完整一點 可能還會提到我們之前講的什麼 烈心頓戰役啊 對或是說什麼波士頓大屠殺 就是在獨立 你說什麼茶黨事件之類有了沒的 對啊對啊 因為那個波士頓茶葉事件過後 其實英國人有去波士頓加強駐軍 然後當時波士頓的居民有去抗議說 啊我們被暴政對待啊 然後那個結果當時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就導致英國的軍隊開槍來進行鎮壓 OK 好結果後來就是當時就有報紙說 啊在波士頓發生了 政府對我們大屠殺 你看果然國王是暴軍 好順帶一提 這是我大學教授 當時上美國史的時候跟我們講的 然後就大學教授說 那你們要猜看這個波士頓大屠殺 總共死了多少人 我們說幾百人吧幾十人吧 結果那個或是說幾千人吧 結果教授說嗯總共死了三個人 然後這三個人叫什麼名字 其實你現在在美國的檔案館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我說啊三個人算什麼大屠殺 我說一個人正好算一個啊 大屠殺 然後他說就是要這樣子渲染 就是說那個標題要這樣渲染 道指才會有人看啊 那個時候就已經有標題檔了 原來如此 對然後反正這些東西可能 三個人都驚呆了 對 然後他說啊這個產無人道 血流成河 對反正這些東西在高中課本 或許都還有機會提到 可是因為國中課本它的篇幅真的太小了 嗯 好像在講美國是如何創建的 除了就是波士頓茶葉事件之外 接下來就直接跳到了獨立宣言 OK 然後再接下來 美國就打贏戰爭了 哦 跳很快 跳很快 你要這麼精簡的話 這樣也不能說你錯啦 對 基本上呢 我們在所提到的1776年呢 我們可以把時間回收到1760年代這個時間開始 就是英國他們對北美的13殖民地 強制的徵收縱稅這樣子 那很大原因 其實也跟我們之前所提到的 青年戰爭很有關係嘛 對 對就是因為這個青年戰爭之後啊 英國它算是一個比較 這個世界上的一個熬戰獨頭的一個 一個強權這樣子 但是因為花費了很多的這個戰爭經費 然後結果就把這個經費轉嫁到北美13殖民地的身上啊 所以就 就有點意外的來 就引發了這個獨立的這個思潮這樣子 是的 對那 反正就是啊 就是這個引發 就是科征縱稅之後呢 就導致英國跟殖民地兩者之間的一個緊張關係 然後到了1775年的烈心頓爆發 烈心頓戰役 然後就打響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槍 所以我們之前有提到說美國獨立戰爭的開端 是從烈心頓戰役開始起算的這樣子 那所以到了1776年的這個時間點喔 是開了第一槍之後的一年後喔 一年後喔 所以就說獨立戰爭還在打 所以啦 這個很多人可能會誤會說 獨立宣言他們這個發表之後 然後英國不爽 然後來開始這個有所謂的獨立戰爭喔 不是這樣子的齁 是他們已經獨立戰爭先開打了這樣子 然後戰火已經蔓延到這個13週 就是這個這個就全面戰爭之後 呃這個在1776年的7月4號這一天 由約翰亞當斯 然後班傑明 弗蘭克林 然後湯瑪斯 傑弗遜 羅伯特 李文斯頓 還有羅傑謝爾曼這五個人所起草的獨立宣言 然後才正式的宣布這樣子 那當時呢這五個我剛剛所謂的那五個人啊 其實就是起草這個宣言的最初的五個人嘛 所以就被稱作為五人小組啦就是 呃 Community of Five 這個是一個專有名詞這樣 欸欸後來這五個人好像也是這個 美國獨立元老的啊對不對 是的 對這非常重要的 這你要讀美國歷史一定要背的這五個人這樣子 然後呢呃 除了這五個人之外呢 他們還是呃這個這個 共同簽署這個獨立宣言的人呢 也不止五個人啦齁 他其實是召集了大陸會議上面的 五十六個代表啊 共同簽署 所以他其實是很多人在簽署的一個重要文件 那獨立宣言呢 他成為美國開國的一個重要文件啊 就是除了宣 他內容到底是什麼 他其實就是宣告的是北美十三州 就北美十三個殖民地呢 他從這個時間點開始 他要脫離這個大不列頂王國的這個合法正當性 就是說我們圖我們追求獨立其實是 為了這講一大堆這樣子 那所以就說我們其實是合法合理正當的這樣子 而且呢呃也是我剛講的就是讓這個美國憲法打下的一個基礎 所以他把一些基本的一些人權啊然後定義啊 哦就是講的就是比較基礎上的就是講的比較明確一點這樣子 那所以也是這個啊十八十九世紀啊 美國以外啊世界各地有很多獨立運動啊 他們紛紛的這個抬頭之 這個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參考依據啦 所以呢呃 如果你現在想要去看這個獨立宣言的話 有那個當時的一個原本啊是儲存在這個美國的國家檔案局裡面這樣子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看的話可以到這個華盛頓DC去看這樣 對那我覺得蠻有趣的就是說我們在這邊介紹的電影是國家寶藏 那這個算是蠻有娛樂性代表的一部 一部然後還同時又可以學律史這樣子 寓教娛樂的一部片子喔 嗯 金老師有看過嗎 有我第一集跟第二集都有看過 哦我也是 而且就是他甚至還成為就是我出題的一個梗 哦真的哦 因為那個他第二集當中就是他們為了要搜尋更多的資料 對 他們有曾經跑到法國去 哦哦對 在法國的時候就是反正那個他們好像是用那種無人機嘛 要去勘測一些東西 然後法國警察就騎著腳踏車過來說 啊你的朋友就是這樣做不OK啊 我們要看你罰單 然後 而且我們還要把你抓去警局可能問個話 好 結果突然那個主角 凱吉 就開始說啊 其實我們兩國之間都有很好的邦交 我們兩國之間有很友好的邦交 啊你們那個貴國的孟德斯鳩 啟迪我們甚多 然後那個警察說 你也知道孟德斯鳩 對 然後兩個就開始一起講出孟德斯鳩名言 其實那一刻我覺得超級出神 想說啊 到底哪個法國警察會這麼的文藝 好可以 好會因為孟德斯鳩兩個就可以聊得很開心 然後接下來就是面出了主角跟麻煩 但的確這一段我就後來就成為我出題的考題 我就說啊 因為我們部電影這樣 好的那請問一下就是 這個都這個講求三權分立的人 請問他是來自於哪個國家 就是孟德斯鳩 對就是孟德斯鳩 就成為考題 OK 所以其實這部電影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其實真的如果要放給學生看的話 我覺得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對就是撇除掉一些比較奇幻的 藏寶情節 我覺得他基本上他是用美國的歷史 去這個交織而成的一個蠻 蠻有趣的一個娛樂冒險電影 對反正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這個 美國獨立宣言 他算是第一集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文件 然後也是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劇情當中 他們要去美國檔案局偷出來的一個東西 是 所以當中有一段就是他們跑去美國檔案局 然後先去看那個場地 然後他們要去勘察 然後怎麼去做 然後他就是 我覺得印象很深刻就是說 他們就是把那個東西 放在一個防彈玻璃板裡面這樣子 對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金屬螺絲這樣 鎖在那裡面這樣 然後我記得好像就是那個 反派好像要去追殺凱吉的時候 然後凱吉就直接拿那個防彈玻璃 然後起來 對 然後我說 你怎麼朝那個 美國獨立宣言開槍這樣子 或者說 你怎麼會有膽量把美國宣言拿 你敢開槍 你敢開槍 我拿他當擋鍵盤 好啊他是有防彈玻璃 但你不會覺得你的心 心也太大膽了一點嗎 對 這其實 反正中間有這麼一段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其實美國政府對於獨立宣言這個文件的保護 不是非常非常的謹慎的這樣子 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去那邊看 就是說 裡面有 就是電影裡面有一段是說 真正在那邊展示的 其實是複製品 對對對 對 那我自己個人是有去過 對啊 我剛剛就想問說 你以前不是說去過美國華盛頓嗎 對對對 所以你真的有去看過嗎 我有看到 就是他就放在那個展示間裡面這樣 然後我就想到 那個國家保障裡面跟我講說那個是複製品 但也有可能是真品 因為他其實好像是因為說 他們要去偷他嘛 對 然後要想辦法讓那個真正的獨立宣言 回到那個檔案室裡面這樣 所以他們就刻意用那個紅外線 然後就是造成說感應說 這個文件那個內部好像溫度過高 啊怎麼辦 然後趕快把那個複製品拿出來 給大家外面的人展示 然後真品給他收回來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其實我那時候看一看 這部電影有很多東西都會 讓我瞬間很出聲 就是 紅外線真的可以干擾到這麼 精密的一器材嗎 可能嗎 可以嗎 如果那麼精密的器材 然後被紅外線這樣照一照 你覺得 這樣就壞掉 你不覺得這樣不安全嗎 對啊 怎麼可能 想演照不可能啊 對啊 所以就是這樣子啦 對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國家保障這部片 我自己是覺得 我覺得蠻有內涵的一部片 老實說啦 然後我也是覺得說他 你現在要去再去拍一齣類似的作品 我覺得也很難 怎麼說呢 怎麼說 因為美國價值已經不同以往了 我覺得沒有人會有興趣啊 應該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 我覺得你現在要找什麼樣的題材來拍 我覺得這個也是個蠻困難的一個點 就算是他接下來要拍續集 最近是要拍影集啦 對要拍一個影集 是前傳影集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好 你看他第一集是講美國獨立嘛 然後第二集是講南北戰爭嘛 是 對那第三集他要講什麼 欸好像 美國例子上面好像已經沒有太多 這是很經典的一些東西可以講了 對啊 比較少了嘛 對啊 除非你可以扯到甘乃迪嘛 之類的冷戰時期的東西 或是說美國西部啊說啊 為什麼美國政府要往西部擴充呢 其實是因為要尋找保障喔 這或許也可以 對啊 然後印第安人他們要適時守護 所以他們才被美國政府強迫遷移 然後最近就可以拍個影集 不過也的確啊就是 我覺得如果真的按照我剛剛的主題的話 但台灣應該沒市場 我覺得沒市場啊 因為台灣對西部拓荒 或是美國西部運動其實 教科書普遍也是講得很少很少 所以大家認識也就不深刻 對啊 所以基本上這個就是我們這次所介紹的 美國獨立日的歷史事件啊 那當然就是之後就會牽扯到 什麼美國獨立戰爭啊 或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戰役 這個之後呢我們可以在其他的日子裡面 再次的提到這樣子 好的 所以以上呢就是美國獨立日 還有我們所推薦的電影 國家保障的介紹 大家怎麼想 歡迎在留言區幫忙留言 或在首播的時候來跟我們做互動討論啊 好的我們時間進入到1943年的7月5號 庫斯克會戰 我們在講這個庫斯克會戰之前啊 其實我們在開機之前 我跟金老師有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到底什麼時候會用事件 什麼時候會用事變 然後我就很好奇 那什麼時候會用會戰 什麼時候會用會用戰役 那後來你有查出來嗎 因為你剛剛既然有查出事件或是事變 他的定義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蠻蠻神奇的 那戰役跟會戰你有查出他的定義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很好奇啊 對啊 因為會戰好像感覺是 好像是雙方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之下 然後做了一場戰爭吧 或者是說我看過一種解釋是說 通常會戰是要組織很多大型的 大型的部隊的番號 然後一起來過來做 比如說這是戰役可能就是 一個師跟一個師 一萬人打一萬人 這也可以叫戰役啊 然後問題是如果比如說 這是會戰可能是一個集團軍 好幾個集團軍 然後就是互相PK 然後規模比較大 那就是會戰的規模比較大 感覺應該是這樣 就是雙方都擺好正式 然後要來正面對決這樣的感覺 可是戰役有可能是 就是有一個零星衝突 零星衝突 然後到最後演變成一個 全面戰爭那種感覺 這是我有看過 有人這樣子跟我解釋 但我就會覺得說 那其實那本質上 我要叫他戰役都OK啊 其實也可以啊 因為小的也算戰役 到底要算戰役也好啊 你硬要講會戰 感覺起來好像比較特殊一點 但是我沒差 我們不是很care 所以你剛剛突然提到這個定義的時候 我突然想說 難不成又有什麼 這個很詳細的定義說 這我沒有特別查 多少規模以上叫會戰 多少規模以下叫戰役 幾人以上叫會戰嗎 這個好像也很難說 對啊 好啦這個歡迎大家可以來留言 來一起討論這樣子 不過我們剛剛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有查到 事件跟事變的差別這樣子 好像事變是以人為因素為主嗎 就什麼西安事變啊 嗯 這個七七蘆垢橋事變啊 或是918事變 918事變等等的這樣子 這基本上就是人為因素去干擾的啊 比如說戰爭啊 或是在政爭啊 或是因為這個經濟的原因 一些經濟事件這樣子 那事件呢 有時候可能是天災人禍這樣子 所以事件可能會包含到事變 可是事變好像不一定可以稱作是事件這樣子 所以好像基本上是這樣 對啊 反正就是販子人為因素的事情 其實就是事變 好我們回到庫斯科會戰 庫斯科會戰我覺得大部分就是 二戰民可能會知道 可是一般的民眾他們在接收這種 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知識的時候 其實比較容易忽略的一個地方這樣子 因為教科書當然會提到說 德國後來發動了就是對蘇聯的戰爭 然後蘇聯急著敗退 結果後來發生了史達林戰役 很神奇的是 課本接下來就說就開始解決獲勝 然後接下來就好像跟蘇聯沒有 說有幾個轉類點戰爭 對 比如說太平洋戰場的話就是中途道 然後東部戰線的話可能就是那個 史達林格勒戰役這樣子 對然後那個但是很奇怪的是 打完史達林格勒戰役之後 咱們的課本好像就突然放棄描述蘇聯了 接下來就一再講西線 大王企劃諾曼蒂登陸 然後那個什麼 然後那個什麼 西西里島登陸什麼的 東西夾吉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奇怪說 嗯對東西夾吉 但是為什麼東邊那一位 你一直沒講過他 打完史達林格勒他到底做了些什麼東西 他就突然就好像瞬間就跑到柏林去了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容易被一般民眾所忽略的 因為畢竟是東部戰場 然後我覺得另外一方面就是因為好萊塢 他們畢竟是這個以美軍啊 或是英國這邊就是 這西方世界的觀點為主嗎 所以比較多是在描述這個西歐的部分 所以對東部部分呢反而比較多是什麼 俄羅斯的電影會去講的東西這樣 對那這個東西可能我們在台灣的一般觀眾來講 會比較少去接觸到 所以就蠻容易忽略掉這個東部戰場的一些故事 不過我覺得東部戰場有還蠻多故事可以講的 這些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蒐集一些資料 那當然庫斯科會戰這件事情 其實是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之後 所發生的一件事喔 然後它是發生在1943年的7月5號 那所以也算是東部戰場進入到下半場的狀態了 對就是已經打了一陣子 然後蘇聯他們也開始反攻了這樣子 那這件事情呢其實可以回溯到很早之前 就是二戰初期 為什麼沒有一開始就有東部戰線 是因為納粹德國跟蘇聯領導人 就是一開始納粹德國跟蘇聯 他們其實有簽訂一個所謂的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他們中間就是有承諾說 我們彼此互不侵犯 但是其實另外還有在規定 比如說共同瓜分波蘭 波羅的海三小國 或是芬蘭這些 就是我們上一次可能有提到的 那個繼續戰爭這件事情 就是有 我跟你就是先談好一些條件 這時候我們互不侵犯 好我們我不打你 你也不要來打我這樣子 那我就好好的專心去打西邊的人這樣子 對 所以就讓這個德國能夠在沒有後顧之佑的情況下 就席捲了西歐戰場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一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 初期德國這麼的所向皮靡 我覺得蠻大的部分是因為 我先把我們家後門先顧好這樣 然後我在衝出去前面打這些 我們所謂的這個英美啊 法國啊這些地方這樣子 那所以呢就是在西歐這個大片江山 被納粹德國打下來之後呢 他唯一一個心頭之患 其實就是隔了英吉利海峽的英國嘛 然後就因為拖太久了 然後也遲遲攻不下來這個地方 所以就只好把矛頭轉向東方的蘇聯 然後來取得他們更多大片的土地跟自然資源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那為什麼希特勒不直接 你已經打下了西歐了 那為什麼你就還要去惹一個 東邊這麼大的一個敵人 我覺得蠻大的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要資源 對 就是如果你往東邊打 然後當時的油田 其實大部分就是在東邊那個部分 然後石油開採 然後中東還沒開始 所以大部分的石油出口國還是在蘇聯這個地方這樣子 對所以他們就希望是說 能夠再一次用他們擅長的這個閃電戰來對付蘇聯 所以一開始在東部戰線的什麼 巴巴羅薩戰作戰啊 紅褲子作戰這種什麼 一開始朝著東部這樣子前進 這其實一開始他們也是一樣 就是所向平靡這樣子 就把蘇聯打趴這樣子 對 那褲子作戰其實是已經 就是你知道 就是他們一開始這樣子 還蠻順利這樣打打打打 打到這個史達林格勒之後呢 就碰了一個一鼻子灰這樣子 就是碰到一個鐵釘子 所以就讓蘇聯有一個喘息跟反攻的機會 所以在這個狀態之下 這個納粹德國他們就是希望說能夠利用最後一場 就是他們能夠再做一個困獸之鬥 就是能夠再放手一搏 就是集結了他們這個大規模的裝甲部隊 然後對上這個蘇聯的戰車部隊 所以就雙方呢 他們在庫斯克的這個比較平坦的平原上面呢 雙方就擺好了他們的這個裝甲的正式這樣子 場面非常大的一場大規模的戰爭 主要就是以戰車戰為主 而且就是在這場戰車戰當中很多知名的坦克都在這邊登場 像是蘇聯的T34啊 還像是德國也有出動什麼報士啊 虎士啊 就是那些非常經典的坦克 就在這一戰當中出現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個戰車的展示場 對而且是實戰歷練 就是告訴說他們到底哪個比哪個還要強 不要那麼說拉出來 來咱們比正面剛一波然後來決定勝負 沒錯所以這個這個的場面規模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德軍的三千輛戰車對上蘇聯的五千輛戰車 對所以就雙方在庫斯克的這個草原上面展開 這個非常大規模的裝甲車的會戰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是你可以想像到那個場面是有多麼的震撼這樣子 好對那這次其實蘇聯就準備非常充足了 然後就是他們在充足準備之下 就讓德軍的進攻就一開始就受挫了 所以最後就是數量取勝 蘇聯他們我覺得蠻厲害的 就是應該說他們的做他們的戰車的進攻方式 就是跟德軍他們的那個機械化部隊什麼的那種作戰方式 其實那個思維不太一樣 你知道他們的做法就是他們的步兵 並不會什麼還要再去做什麼裝甲車啊什麼的 就是他們就直接站在那個戰車的上面這樣子 對就直接把戰車當作是運兵這樣子 那意思就是說這個戰車打趴了那這些人就可以馬上跳下來 然後再爬到另外一台戰車上面 所以蘇聯他們是用這種比較土炮式的做法 這種比較這種戰鬥民族的做法 就對上了這種 德國他們可能做這些作戰的時候會很小心啊 就小心翼翼的就是說我要派什麼人在什麼地方這樣子 就是變得比較拘謹一點 所以就讓這個戰術比較靈活運用的這個蘇軍 就是站上風對 所以我們當然就是這個戰場的詳細的過程 我們就不描述 但是主要啦 基本上這個蘇聯最後是以數量啊 或是這種比較你要說創新的做法 就讓這個整場的這個會戰的局勢 就是站的比較上風這樣子 那失去這個東部戰線的這個戰略主導權的 納粹德國呢在這場進攻之後呢 就變就是變成是比較手勢的狀態了 所以在庫斯科會戰之後 你很難再看到一次就是比較大規模的 你要說戰車的戰鬥也好 你要說這種軍團式的 這種比較有規模式的這種進攻 比較有計畫式的進攻來講的話 就比較少見 我記得好像還有戰史的那種專家 曾經有給過一個評論就是說 那個史達林戰役讓蘇 不知道意思 史達林戰役讓德國停止進攻 然後庫斯科會戰讓德國喪失 以後再進攻的可能性 有點像是經過這兩場戰爭之後 真的德國就是已經耗盡了他們所有就是 底牌或是說他們的精力 接下來他們就只能防守 然後蘇聯就開始用非常強大的人力 或是物力 就是沒有關係 我十個換你一個這樣壓過去 所以庫斯科會戰其實在東部戰場 它是一個蠻關鍵性質的轉折點之一 而且這一次的會戰 蘇聯算是產勝 算是產勝 但是也因為這次的產勝就是 讓後續蘇聯就是收復了他們 從東部戰場開始開打 之後呢 一直這個失去了一些師徒這樣子 所以就對德國進行全面的反攻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另類 第二個轉捩點 對 有關庫斯科會戰的這個歷史事件 其實蘇聯 俄羅斯啊 他們 他們拍了蠻多電影的 對但是你知道這個俄羅斯電影他們常是熱水過頭 所以我是覺得有點不太真實這樣子 但是我個人非常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去看一個 算是影集 這個以三集製作的規格的這個迷你影集 叫做我們的父輩這部片 這個算是德國他們自己拍的 我覺得蠻特別就是說 我們現在聽到德國拍這個公正嗎 客觀嗎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最佩服的地方 就是說 德國他們對於這個戰爭的回顧 我覺得他們還蠻 蠻誠實的 就是他們會把很多事情攤開來講 我們不避諱去避談這些他們曾經犯過的一些錯誤這樣子 對他們就是正視歷史 然後去以這個非常客觀的口吻去描述這個 反正就這段歷史 那當然這個影集但不是只有單單的講這個庫斯科會戰 他其實是時間軸拉的蠻長 就從東部戰線開始開打的這個時間點開始講 然後講到戰爭結束 那他整個的故事其實是圍繞在德國他們裡面 有五個好朋友這樣 然後其中有一對這個兄弟這樣子 就是哥哥是一個軍官 然後弟弟是一個比較基層的士兵這樣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猶太人 然後他那個猶太人的 是一個男生然後他的女朋友是一個 夢想想要成為這個歌手 想要成為明星的一個女歌手這樣子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是護士這樣子 就是護理師這樣 所以他其實就是從這五個人的觀點出發 然後去看整個德國他們從一開始仔細高昂了 然後要去攻打蘇聯 到最後戰爭結束 然後他五個人最後的都有各自不同的命運這樣子 所以透過這五個好朋友的觀點 然後去看整場戰役 我覺得其實蠻讓人感動的 就是觀點蠻全面的 有平民有軍人 然後有旁觀者我覺得其實都很棒這樣 那當然他當中就是有描述到 這個庫斯科會戰 這段比較戰爭後期的一些事情 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從這些士兵 從一些軍官他們的心理變化 你就可以知道說其實 當時為什麼庫斯科會戰 德國會輸這麼慘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蠻大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其實已經有一點點厭倦這件事情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要沒事找事做 為什麼我們沒事要去惹這麼強大的一個敵人這樣子 然後好像有種戰爭打不完就是 就算我們好像眼前的敵人消滅了 然後呢 對然後呢 又有其他的人 我殺不完我太累了 對 我實在是打不下去 就是一開始他們可能 他其實詳細從就是從那個巴巴羅薩開始講 對就是一開始 哇那個可能這個哥哥這個軍官 他帶了這個包括他弟弟在內的幾個士兵這樣子 哇一開始就是說 有沒有人要自願當衝鋒 每個人都舉手這樣子 然後他弟弟不舉手 因為他弟弟其實是有一點點 那種反叛個性這樣子 然後他一開始還會責怪他弟弟說 你知道那個 你不舉手會讓我很難看啊 對你不舉手 別人可能會在私底下講你壞話 然後甚至是舉報你啊 然後說你 你厭戰 你倦 就是你衛戰這樣子 你是衛戰行為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到最後面 這個如果再哭這個衛戰這個時 或是再更默契一點 這些軍官要求說什麼 有沒有人要當趕死隊 我覺得根本就沒有人要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在這個影集裡面 其實可以看到很多很多這樣子 一開始戰爭前然後戰爭後 這樣子的兩方對比 我覺得其實蠻讓人印象深刻這樣子 對所以我非常推薦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已經看膩了 就是好萊塢的一些 一些愛國主義的片 或是以那種比較美國本位主義思考的一些戰爭電影 我覺得我覺得我們的父輩這部片 他算是蠻特別的一個視角跟觀點 雖然他是以德國的視角為主 但是你知道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那個帝國毀滅嗎 對那帝國毀滅就比較 比較他的調性會比較悲哀陰暗一點這樣子 對可是我們的父輩他的 我覺得他的那個情緒起伏變化比較多元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開始到戰爭中斷 然後到最後整場戰爭帶給人的改變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蠻全面很棒 這邊也額外擴充一點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那位弟弟的角色嗎 他一開始就比較就是我不想啊我不要啊我不敢啊 可是後來就是後來就為了弟弟 反正就是歷練成為戰場當中的老兵 那我自己因為為了要研究歷史的關係 我後來有加入到一個軍事重演協會 所以他們會很喜歡的是說 我們今天要穿上哪個時代的軍裝 然後我們去到哪個地點 然後想去勘察說 你看這個東西長這個場景長得不像 像以前歷史那個時代啊 然後雙方就開始扮成不同的軍隊 然後就是就是擺拍或是PK 然後就是大家一起開心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德國的二戰軍隊 其實算是那個協會當中 非常熱門的一個選擇 沒辦法德國的軍服真的是 就是比較帥 真的很帥 對然後那個 那他們就曾經有一個人跟我講過說 啊我們今天如果要演練就是重演的話 大家一起去看我們的父輩 好我就問說為什麼 他說裡面當中有一段就是那個弟弟 他已經成為老兵的時候 他們要去攻下好像是某個要塞 或是敵人一個據點 他們展現出那種德國的軍隊之間 就是小組的配合 他說哇這跟我搜尋到的就是二戰時候 德國的那個那個就是士兵的準則 哇一模一樣耶 忠實呈現我覺得很棒 我們重演要像他們這個樣子拍 當然不可能拍的那麼的好吧 但是意思 其實那個時候也是讓我蠻震撼 就說喔原來德國人就是 這麼還原他們的東西 對對對 而且就是像你剛剛說的 雖然說我沒有完全看過這部片 對因為我每次要看這部片的時候 網路上的資源不可 不可完全的展現給我 應該說不可能完全展現給我 他每次五分鐘之後就說 還要想繼續看嗎 歡迎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可以升級成我們的VIP 我想說我我並不是很想升級VIP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很可惜 但是剛剛聽到你說 他其實情緒是非常多元 而且張力也是非常的就是十足的時候 我其實有想到說 在那個弟弟的角色 他是已經到後期了 對就是他比較善戰式 或是說比較老練在後期 他即便到後期 都還是有在描寫一些戰爭時候的狀況 所以其實我個人還蠻齊 一直以待這部片的 聽說他在很多世界上面 其實非常的考究 然後非常的還原當時的狀況 嗯嗯嗯 這個算是 這是我個人是非常推薦 就是說如果要我推薦 二次大戰的 東部戰場的電影的話 對就是當然了 就是有幾部 就是一定很多人會想說 我要我要看什麼 講得很大兵什麼的 有的沒的 對我反而會 如果就是說如果你真的 有這麼有興趣 你真的很想深入 了解一下就是二戰歷史的話 我覺得我們的父輩 這算是一個還不錯的一部 作品這樣子 嗯所以推薦給大家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所提到的 庫斯科會戰的這個歷史事件 還有我們所推薦的影集 叫做我們的父輩 有些人會翻成 世代戰爭 對因為他英文叫做 Generation War 但是德文它是什麼 我們的父親 我們的故事之類的 就是另外一個名稱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要網路上 稍微Google的話 其實就是基本上 就是輸入我們的父輩 就可以搜尋得到了 了解 所以以上就是推薦給大家 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歡迎在留言區塊的留言 或是在首播的時候 來跟我們做討論互動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這個禮拜的 影史七日談 那我們介紹的是 6月29號到7月5號的 七部電影跟七則歷史故事 不知道金老師怎麼想 這一次我們所介紹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我們這次選的還蠻多元的 就是除了有像中國的歷史片 外國的歷史片 甚至還有奇幻的歷史片 就是原來林肯 他是吸血鬼獵人 原來南北戰爭 其實是一個人類的存亡戰爭 我覺得我們這次介紹的 非常非常多元 很有趣 還有國家寶藏 一個比較冒險娛樂大片 是 所以我們這次的東西 其實介紹也蠻多元 然後有些人可能也都有看過 這算是 應該算是比較貼近大家 或者說知名度比較高的一種 對知名度比較高 然後大家也可能接觸過的 的介紹這樣子 這麼說吧 我個人覺得最好玩的是 每次聊到麥可貝的電影 總是出乎意料的 會引起非常多的討論 因為大家就會開始聽說 啊我們知道啊 又開始爆炸啊 新條旗飄揚啊 音樂啊 怎麼樣怎麼樣 對所以我是覺得 蠻有趣的啊 如果大家對我們討論的影片 你們有什麼自己的看法的話 也歡迎就是跟我們留言說一說 說不定會有很有趣的看法 也不一定 對 好啦所以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 銀石七日談啊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掰掰